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請同學翻到112頁 我們今天對於第六章 關於民主與威權體制 最後的部分做一個結束 然後就要進入到第七章 關於政治文化的討論 在上個星期的最後 我們有開始探討到 所謂的民主化與威權體制的相關性 因為主要是一些學者 他們發現第三波的民主化浪潮裡面 這麼多的國家從威權或者共產走向民主 大致上可以分為兩大類 一大類就是經濟發展 已經達到一定成效的一些威權國家 那麼當他們經濟高度成長之後 他們必須要向民主化來進行過渡 那主要的因素呢 是因為我們上禮拜有討論到的 像是因為中產階級的興起 他們的一些需求 那麼包含了教育普及 包含了多元文化 包含了市場經濟的趨力 都會造成 那麼當經濟快速成長之後的一些威權主義國家 他必須要向民主化方面來努力 這是一大類 那麼這是我們上禮拜所介紹到的部分 但是也有例外 那麼這個例外呢 一些學者發現呢 主要就是產油國家 那麼產油國家 雖然經濟的快速成長 由於在70年代的石油危機之後 一些國家一夕暴富 但是這些國家並沒有因此走向民主 那麼還是一樣的威權 那麼主要他們的分析的原因 主要是因為財富並不是這個集中 還仍然是集中在少數人手上 並沒有在這些國家產生強大的中產階級 那麼教育還是仍然低落 所以很多狀況的使得這些國家 並沒有因此在經濟高度成長之後呢 走向了這個民主 這是算是這一類的國家的一個例外 而另外一方面的話 那麼就是一些 請各位翻到 這個115頁的部分 對不起 114頁的下面這一段 這邊所談到的 另外一類的國家 那就是共產主義國家 那麼共產主義國家呢 他們也會走向民主化 而他們的因素呢 正好跟前一種是相反的 前一種那些威權主義國家呢 主要是因為經濟的快速發展 而導致民主化的一種必然 而共產主義國家呢 卻是因為經濟發展的落後 那麼經濟發展的程度的一個這種 那種落後 那麼成長的這個緩慢 造成民眾普遍的不滿 在他們 在跟其他國家相比的話 那麼對於這個共產統治呢 普遍不滿 而導致他們 到了80年代之後 必須要加速改革 要加速改革 尤其在經濟方面的一些改革 那麼這個是另外一類的國家 他們並不是因為經濟高度 走向民主 而是因為經濟正好是落後的 使他們必須要改革 但是呢 重點在於說 如同課本這邊所描述的 這一類的普遍的這種共產主義國家 他們在面臨經濟改革的壓力之下 往往容易導致了政權一系的崩潰 而走向了民主 那麼這是一個比較 跟其他大部分的威權國家不同的一些狀態 那麼因為呢 長久以來的這個所謂的共產主義國家 那麼他們基本上 好就是控制一切的 好就是所謂極權主義國家 那麼共產極權政體的控制一切 那麼所以說他們 基本上是很難接受改革的 好一旦改革的話 證明他們過去一切都是錯的 好意識形態是這個錯的 如果各位看到115頁的 這個第一段的倒數的第三行這邊 他們的意識形態呢 基本上是錯誤的 好單一政黨的控制是錯誤的 好過去的這種這種集中化的經濟呢 也是錯誤的 一切都是錯的 因為他們以前描解出的這種 所謂神話般的烏托邦 經過幾十年的實驗呢 發現都是錯的 那麼 所以他們也必須要向資本主義靠攏 要引進市場經濟 而這種情況下 很容易造成這些國家的 一系的崩潰 好不僅是經濟上面臨改革 而在政權上 好也一系一手 造成了共產主義的下台 那麼這是 在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期的 很多共產主義國家 面臨到了同樣的命運 當時我們稱為叫蘇東坡 從蘇聯到東歐的 許多的共產主義國家 幾乎在很短的時間之內 全部都瓦解了 當然這個情況之下呢 也是有例外 我們剛才說過呢 經濟發展高度成長的 威權主義國家呢 走向的民主化他們有例外 而這些共產主義國家 面臨到經濟改革之後呢 一系瓦解的也有例外 當然最大例外就是各位所熟知的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呢 到今天為止 仍然是強調他們是共產主義國家 今晚沒有人相信 現在基本上他們 但是至少在憲法裡面 在各式各樣的這個黨的控制 一黨控制 那麼共產主義的這個意識形態掛帥 仍然是他們在所有的層面 必須強調的東西 所以有人懷疑說 為什麼蘇聯到東歐 這些共產主義國家 當他們一碰到市場經濟 政權就瓦解了 共產主義就下台了 反而是今天你所看到的中國大陸 共產黨的統治 似乎還是受到相當多中國人的支持 儘管這幾年來我們看到 那麼在一些地方上會有一些 一些的一些 事件 社會的事件的一些發生 上訪不斷 然後地方上呢 要求的一些這個 這個多元的聲音 逐漸的出現 甚至要求一些這個民主化的呼聲 但是你可以發現 地方的一些部分區域的聲音 其實並無礙於整個中共的統治 基本上呢 如果你到中國大陸去問 大部分的人 其實對於目前中國大陸的 一個所謂統治 中央的統治 仍然是抱持著相當高的 一個支持的程度 當然不是說全部 但是那麼大部分的人還是 還是就是說 這個就是 會滿樂意接受所謂的共產黨的 一黨專政的領導 所以這個情況之下 也會讓很多人 會有一些疑惑 為什麼在其他國家的經驗 在中國大陸沒有出現 當然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說 那中國大陸這樣子的 繼續的一黨統治 能夠持續多久 當然現在中國 已經成為全世界 不僅是世界工廠 也是世界市場 那麼它的這個GNP 現在已經是跟美國 幾乎可以並駕齊驅了 那麼所以一切這個方面的顯示 都顯示 中國大陸未來的共產黨的統治 到底還會持續多久 那麼當然有些人分析 如同我記得我們課本裡面 也有提到 就其實目前 許多的中國人民 之所以願意繼續支持 中共的統治 當然是有兩個很重要的一個 這個前提的 第一個就是 其實過去到現在 這十多年來 中國的經濟一直是高度成長 人民的生活 一直是不斷的在改善中 大部分的人民 所以呢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好就是中國大陸 事實上呢 它的經濟改革 應該算是成功的 儘管我們也知道 現在城鄉差距的問題 越來越嚴重 那麼這個 貧富差距的問題 越來越嚴重 然後區域之間的 那個經濟的差異 越來越嚴重 但是大致上而言的話 目前多數人民都認為 這些年來 他們的生活 的確有改善 所以願意繼續支持 中共的領導 第二個當然 其實就是所謂民族主義 好我們課本這邊也提到了 靠著不斷的高度的經濟成長 以及民族主義 那麼來這個 等於緩解內部的一個向心力 這是中國共產黨 能夠繼續在 這麼這個 一切的例外之中呢 還是獨樹一格的 繼續有一黨專政的 一個很重要的一些因素 但是很多學者 覺得懷疑 當然現在也有很多的一些 其他的開發中國家 再來這個 學習 中國大陸 欸你看看中國大陸 還是一樣的 政治上高度的這個集權 經濟上卻比較改革開放 還是可以成功啊 然後似乎還比很多國家 做得更好 所以也引起了很多第三世界國家 我們上禮拜所說的 還作為一種新的一種模式 來這個效法 那麼 而很多學者也開始探討 所謂的中國的例外 或者是所謂的中國模式 中國式的這種 這樣子的所謂的這種 威權式的資本主義 等等等等這些問題 在學術界呢 也有很多的討論 可是現在普遍 很多人懷疑就是說 這樣子的高度的經濟成長 動輒百分之七百分之八 甚至好幾年 超過兩位數的經濟成長 到底可以維持多久 到底可以維持多久 當 過去到現在任何國家的經驗 這種經濟成長 不可能長久的 一直持續的這樣維持下去 總是會漸漸 像台灣過去也曾經 在70年代的時候 有非常非常高度的經濟成長 對不對 發展到一定的規模之後 總是會經濟成長比例會逐漸下降 而這個時候 當中國大陸面臨到越來越多的失業率的問題 物價通貨膨脹的問題之後 那麼那個時候的人民 對於中國大陸的共產黨統治 還會像現在一樣繼續予以支持嗎 所以或許現在 它可能只是一個短的 一個時期的一種榮景 可是就長久而言的話 那麼在這種政治上不開放的過程裡面 你仍然可能維持這樣子的一種 一黨專政的一種統治嗎 其實中國內部也有非常多的一些討論 經濟成長之後政治勢必要改革 包含即將要下台的溫家寶等人 不管他們真心還是假意 但是至少在很多場合都已經談到 政治改革是勢在必行 但是要改革到什麼樣的程度 什麼樣的 當然中國大陸現在探討 那麼西方式的民主是不是適合中國 這種種類的代議式的民主 直選 比如中國大陸可以直選國家主席嗎 是不是馬上要開放政黨競爭 像類似這種西方式的這種政黨選舉 代議式的民主在中國是不是合適 像這些問題其實中國內部也有非常多的知識分子在討論 但是我們只是在觀察 那麼中國大陸如果未來的經濟發展 不可能像現在一樣 當它有一天經濟發展比例逐漸下降 當它本身也面臨到了大部分過去的發展中國家的經驗 所碰到一些相關問題的時候 中國大陸議長統治還可以持續多久 當然也不可能永遠靠民主主義治國 然後到最後可能又輪為另外一種民粹 又像很多的其他的國家一樣走回頭路也不一定 所以當然這些問題呢 中國是不是可能成為一個獨特的模式 或成為另外一些開發中國家效法的一種經驗 其實一切的論斷我個人覺得還是為之尚早 其實還是有一陣可以觀察的一些機會 當然我想同學們也可以密切的注意這樣的問題 那麼這樣子的一種發展 它的民主化在未來對於中國大陸而言的話 它的速度的快與慢 民主化的程度 民主化的一些項目 其實都是我們覺得未來進一步需要觀察的部分 但是至少以過去的20多年來的發展而言的話 我們可以發現很有趣的是 那麼繼續實施共產主義 然後經濟上卻是採取類似資本主義的制度 政治上未權統治到現在的情況 的確是非常非常罕見的一種例外 那麼這個例外到底可以持續多久 我想我們還是可以來進一步的來觀察的 那麼另外一方面的話 當然回到我們剛才所說的 即使像蘇聯東歐115月這邊提到 他們共產主義一氣瓦解了 但是並不見得意味著這些國家 就一定從此就過得幸福快樂的日子 那麼其實我們也可以發現 很多國家從獨裁從共產走向民主 但是並不見得能夠建立長久的民主體制 有些國家出藏民主的果實 可能一開始很快樂 但是逐漸逐漸的一些社會秩序的動亂 一些經濟發展所造成帶來的一些苦果 讓很多的國家會重新走回威權 這個在很多國家也有看到類似的經濟 或者是懷念我們所說的懷舊風 懷念過去的 你看以前的日子多好對不對 上街又不必擔心被搶對不對 每個人每天都可以吃得飽 哪像現在什麼差距那麼大 工作也有找不到 隨時會被解雇等等 所以很多人會掀起一些懷舊的風潮 這個當然在全世界各國都普遍會存在 甚至懷念起過去共產主義的統治 那麼所以這些國家也有說走向民主之後 重新回到威權 甚至共產主義 那麼共產黨的政黨改個名稱 重新的執政 這個在很多國家也有出現類似的一些經驗 重新的倒退到這個所謂威權的一個統治 那麼因為他們認為過去的這種 政黨還是比較有治國經驗的 還是比較能夠帶來我們穩定的生活 等等等等 失業率也比較低等等 那麼其實這個在很多的一些國家 也有出現這樣子的狀況 課本這邊也有提到 特別像是俄羅斯 那麼俄羅斯呢 那麼像普京 從一開始的戈巴契夫 到伊爾卿之後 從普京上台 又逐漸逐漸的回到 俄羅斯傳統的強人政治 威權統治的這種作風 當然普京是非常非常強悍的 那麼 但是呢 課本這邊也特別提到 事實上這可能跟俄國的政治文化 也是有關的 因為俄國人普遍還是比較容易接受 一種強人的政治文化 比較接受強人的政治文化 那麼關於所謂的政治文化的問題 我們馬上下一章 就要進一步的來加以探討 所以俄國一直到現在 逐漸逐漸的 當他們共產主義下台之後 並沒有走向真正的民主 反而呢 經濟的發展也帶來了 各位看到115頁這邊 有一個很有趣的字 倒數第二段的最後一行 叫做Cleptocracy 這叫什麼意思啊 這叫做 像是這個盜賊統治的國家 有點像我們所說的 這個切勾者豬 切國者猴 那麼這是一個很諷刺的字眼 就是形容俄羅斯事實上呢 經濟發展之後 事實上呢 財富是掌握在少數人的手上 好像我們的錢其實都被搶到搶去了 就他們有錢 其實大部分人生活並沒有 像他們預期的那麼好 所以像這樣子的一種狀態呢 在俄國或其他的一些 共產或者威權國家呢 也普遍的存在 當然這也會使得 民主化跟經濟發展之間的一些辯論 會讓很多人更為疑惑 那麼當然這本書的觀點 我想也可以值得同學們 來做一個參考 就各位看到115頁的最後一段 這一段話呢 當然不見得每個人都會接受 但是我想可以提供各位做個參考 那麼民主它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這邊所說的Democracy is not easy 那麼民主的事實上呢 並不是像很多人想像的那麼容易 威權推翻了 強人趕走了 共產主義下台了 民主就來了 民主要建立可能很容易 但是要維繫長久 能夠讓它持續的運作 卻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 民主呢並不是一個很容易的事情 它是非常複雜的 需要非常細緻的一些設計 然後彼此之間平衡的一種體系 很多重要的因素 事實上是需要同時具備的 比如說呢民主很多人提到 它必須依靠市場經濟 大量的受到很好教育的中產階級 以及多元文化的傳統之下 逐漸成長的一種政治文化所支撐 我覺得這些觀點其實都蠻重要的 市場經濟的運作 那麼大量的受到教育的中產階級 然後多元文化的傳統 然後逐漸逐漸在這樣的傳統因素之下 形成了一種政治文化 我們實際上說 民主它是一種生活方式 光靠制度的建立 或者說制度的強行的移植 並不保證民主政治能夠建立 如同課本這邊所說的 美國把海山推翻了 在伊拉克 就是希望依照西方的傳統建立 伊拉克的民主 海山下台了 美國也強力的灌輸 他們的民主理念在伊拉克 建立起伊拉克所謂的民主政權 但是到現在為止 整個伊拉克的運作 並不是非常非常的好 因為根據這本書的說法 伊拉克根本就沒有這種西方式的 民主式的政治文化在伊拉克存在 所以你光建立那個制度 要讓它來運作 其實會有相當的一個困難 而對於西方世界而言的話 除了我們剛才所說的 市場經濟 中產階級 受教育 多元文化 等等 這樣子多元主義 所帶來這樣的政治文化之下 事實上其實也有一些哲學思想 一些哲學基礎的 也就是說西方式的民主 事實上是幾個世紀以來 比如說基督教的宗教 這種基督教 然後這種西方的哲學 逐漸逐漸發展出來的一套生活方式 那麼所以說這些像是哲學的基礎 像是這種宗教的教義 其實都為了西方的民主 做了一些準備 做了準備 經過幾個世紀的醞釀 然後逐漸逐漸 制度的建立 文化的建立 才使得民主政治能可以運作 但是普遍的 許多的國家 像剛才這邊談到的伊拉克 它根本沒有這個條件 任何條件都不存在 然後你只建立一個 形式上的一個民主制度 那麼事實上它的發展 是會有非常大的一些問題的 當然這些觀點也是值得我們來思考 也就是說民主政治呢 對於這本書的作者而言的話 它並不是一個很快 從天上馬上可以掉下來的東西 它必須要逐漸逐漸 慢慢的來改善 慢慢的建立幾樣子的文化 才可能使得民主政治呢可長可久 那麼這是一個值得我們來思考的一種觀點 然後這本書的 這張的最後面 它提出一個很有趣的概念叫做 甚至西方學者會很樂觀的認為 叫Democratic Peace 叫做民主和平論 也就是說他們認為說 當民主國家之間 因為他們都是追求的是相同的一些文化價值 所以在民主國家跟民主國家之間 事實上不容易發生戰爭的 這是一種所謂的民主和平論 隨著民主政治的建立 整個國際政治也應該會衝突越來越少 和平越來越多 當然從這種觀點而言的話 我們可以發現 從過去十七十八十九世紀 到現在二十一世紀 當全世界民主的國家 越來越多的時候 是不是也意味著 所謂的世界和平的成分 會越來越高 當然這是很多的一些學者 他們就非常樂觀的期待 世界上被歸類成民主國家 越來越多了嘛 那所謂的衝突將會越來越少 當然也有學者反駁這樣的觀點 也有學者反駁這樣的觀點 比如說最有名的例子 那麼常常被舉出來的呢 像是這個 過去的這個福克蘭戰爭 英國跟阿根廷 基本上都還是 阿根廷也大致上被歸類成是一個民主國家 可是這跟英國阿根廷之間呢 還是爆發了福克蘭戰爭 福克蘭群島前兩天又公投嘛 他們還是願意百分之九十九十多 九十八十九九 還是願意繼續留在 英國的這個領土範圍之內 不願意歸屬於阿根廷 那另外呢也有人提出來說 像是1898年的美西戰爭 美國跟西班牙 大致上還算是兩個民主的國家在當時 可是還是終究產生了戰爭 所以說到底是不是民主和平論的論點 說當世界越來越多的民主國家之後 戰爭將會越來越少 其實還是有學者會提出不同的一些觀點 這是我們社會科學的一個很有趣的地方 任何一種理論提出來 似乎總是可以找到一些反正 但是我們只是看一個大的一個趨勢的發展 我想他這些理論 還是有一些值得參考的價值 那這一張呢最後的部分 我想我們回到前面 各位看一下113頁 Key Concept 我們剛才說過呢就是說 從威權或共產走向民主 有一些國家他的民主可以繼續持續的運作 然後越來越鞏固 像台灣或許被稱為這樣一個例子 但是有一些國家呢民主的政治運作 沒有這個太長的時間 又重新的回復到過去的威權 那麼為什麼有一些的國家民主可以成功 而有一些的國家的民主 卻是被認為是失敗的例子 甚至倒退的例子 那當然也有一些學者在這方面呢 做了一些討論 我想這個也是蠻重要的部分 所以呢我們把113頁這個部分 也稍微做一些介紹 為什麼某些民主國家會失敗 有些民主國家的運作會失敗 那當然其實有一些因素 我們剛才已經約略討論到了 那麼如同我們看到的 這個紫色的框框裡面所說的 因為有一些國家 這本書裡面所談到的 他的民主似乎來得太早 所謂的太早來就是怎麼樣呢 也就是說他們的各方面的配套的條件 似乎還不夠成熟 而貿然的實施了很多民主的制度之後呢 我們對於這個國家不見得是有利的 好這是一種觀點 就某些國家的民主來得太早 所以說那麼它的運作呢不容易成功 如同剛才我們所說的 一個穩定的民主 一個stable democracy 那麼它需要有大量的 受到良好教育的中產階級的支持 好這是一個很多學者 談到的一個觀點 中產階級的存在與否 是不是存在一個強大的中產階級 是民主政治能夠穩定持續 運作的非常重要的條件 那麼像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學者 莫他就曾經說過 這個沒有中產階級 又是這個法文 沒有中產階級 沒有中產階級就沒有民主 那麼這是一句非常有名的話 畫龍點擊點出了中產階級的存在 那麼對於所謂民主政治運作的一個重要性 我想這本書的觀點一直從頭到尾都強調這個概念 是不是具有強大的中產階級的存在 那麼台灣當然被認為是一個民主政治運作的典範 我們也可以看到其實中產階級的存在 扮演起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些因素 那麼一直到現在的民主深化的過程裡面 那麼我們可以發現 中產階級仍然是舉足輕重的一個角色 那麼莫爾我稍微介紹一下 好 這個Berryt Moore呢 他是當代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位政治社會學者 那麼在前幾年剛剛過世 那麼他的非常有名的一個代表作 就是1966年所出版的 叫做獨裁與民主的社會起源 獨裁與民主的社會起源 Social Orange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那麼這也是當時我們所說 60年代最風起運用的非常重要的理論 叫做現代化理論的 好現代化理論裡面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這個著作 那麼當然他這書裡面提到了很多 關於民主跟獨裁之間的一些辯論 那麼從這個傳統的社會 走向現代化的一個社會裡面的一些 一些困難跟他一些這個發展 成功的一些因素等等 那麼他也探討了許多 不同國家的走向民主的不同的一些路徑等等 那基本上呢他也會從階級的觀點來分析 在很多國家的一種民主化的過程裡面 碰到的一些問題 那當然這也是一個非常有名的一本這個著作 可是呢 那終究我們說強調一個非常和氣的概念 就是摩爾他會強調中產階級 這個階級 中產階級的存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當然以這個作為他整個論述的一個這個 這個主軸 好沒有中產階級就沒有民主 那麼 因為呢很多學者當然不只是摩爾 很多學者也發現 好在一些窮的國家 貧窮的國家裡面 在貧窮國家裡面 事實上呢 人們 關切的 多半都是生存的問題 而不是民主 我們時常說衣食足 而後之熔爐 對不對 很多人為了生存都已經三餐難保了 根本不會太關切 政治上 這些民主 不民主的一些問題 那麼 所以事實上民主他一定是要經濟成長 到達一定的程度之後 談民主才有意義 這是很多的學者 深信不疑的一種 一種這個信念 太貧窮的國家 事實上要談民主 是太奢談了 很難建立 當然有學者提出反駁的意見 就是主要就是印度嘛 對不對 基本上印度並 到今天為止 還不算是一個非常有錢的國家 就是國民的平均生產毛額來看的話 但是基本上印度的民主 基本上是運作的還算是蠻 蠻正常的 那麼 而 但是呢 大部分的國家 好 太窮的國家還是很難實施民主 那麼2004年 課本這邊也提到 2004呢 聯合國本身做了一個關於 這個 拉丁美洲國家一項調查也發現 就 大部分的拉丁美洲國家的人們 會認為 他們 寧願呢 好 接受一個 能夠提供他們實務的獨裁者 而是一個無能的民選 而不是一個無能的民選領袖 好 與其一個 能力很強 能夠讓大家一時溫飽的獨裁者 跟一個民選領袖 雖然是民主 但是卻很無能 他們寧願選擇前者 好 當然這是可能是一些國家 人民 尤其是比較 經濟落後比較 這個 這個程度比較低的一些國家 那普遍存在的一種信念 好 這也是聯合國自己所做的調查 拉丁美洲國家 好 存在的一種現象 那麼 但是呢 當這個經濟發展到了 越來越好的程度 好 中產階級 逐漸壯大之後 那麼中產階級呢 他們比較容易帶來 好 課本這邊所說的 溫和 容忍 好 這樣子的一種意識形態 那麼 而 逐漸逐漸的使得民主才容易 比較這個 這個 建立 那麼 而另外一方面而言的話 從威權走向民主 好 這邊也特別談到 那麼這個各位看到第二段 好 這個transition to democracy 那麼 民主的轉型 好 也是我們特別要注意的部分 民主轉型呢 也非常需要這個小心的 處理 那麼 依照課本的觀點的話 民主轉型 好 最好還是採取所謂漸進式的 緩慢的 過渡的方式 而不要採取太激烈的 好 一夕之間割裂 跟過去完全割裂 馬上 從威權一夕跳成民主 他們認為其實這樣的方式是蠻危險 好 風險蠻高的 民主的轉型呢 最好是採取漸進式的 緩慢的 過渡的方式 好 其中像是英國 最有名的典範 好 經過幾個世紀的發展 孕育 慢慢的從 好 皇權君主制的國家 走向這個民主 那麼 英國呢 好 舉個例子來說 最早開放 能夠有投票權的 是少數的有錢人 好 當時是以財產的身份來看嘛 好 少數有錢人可以投票 然後呢 選舉權 好 這我們上上禮拜談到 選舉權呢 逐漸的開放 好 從有錢人 然後到一些城市的中產階級 然後逐漸逐漸擴及到無產階級 好 到鄉村 好 地區的無產階級 也可以逐漸的投票 選舉權是逐漸逐漸開放的 好 從一些知識程度比較高的 財產比較多的人 先有投票權 然後逐漸逐漸再開放到 知識程度比較低的 好 一般的 所以普羅大眾 擁有投票權 好 他們稱為叫做 這個叫做 揮格式的民主 揮格式的這個民主 那麼 他們會認為說 你突然間 好 叫一堆人 全部都去投票了 好 這些人根本沒有民主素養 好 對政治的認識也不足 然後讓這些人 一下之間 全部都去投票 容易造成體系的崩潰 那麼 因為呢這些新取得 投票權的人 他們對於政治的參與 過去本來就不足 好 對於很多政治事務的認知 也不一樣 然後他們對於一些投票權 在行使的時候呢 並沒有經過所謂的 深思熟慮的一些考量 而他們容易 比較容易呢 接受 所謂的一些野心 野心分子 一些極端主義的一些誘惑 當然按照我們現在最流行的話 就是民粹主義 好 就是很多的 選民如果基本民主素養不足的話 很容易受到一些 所謂政治野心家 具有非常 具有煽動性的言論 一些民粹主義的一些 這個誘惑來騙取選票 那麼比如說 主張要把富人的財產來分配 主張民主主義 或是基本教育派 等等這些言論 就很容易在這些國家 受到民眾的支持 那麼這是 往往他們認為 在很多國家失敗的一種狀況 而另外一方面的話 像在拉丁美洲國家的話 也常常發生很多軍事政變 把這個野心家 把這個政客趕走了 可是呢 又變成軍事獨裁了 一種惡性循環不斷在這個上升 所以他們會認為 太快的民主 好就是走得太快的民主 那麼 反而容易導致 好野心家 軍人 或者是狂熱分子的統治 而不利於一個國家的 長久的 穩定的民主政治的 這個建立 那麼這是呢 好這本書裡面所提到的一些觀點 而 綜合上面所說的 有些學者呢 他們歸納出 會妨礙或阻礙民主政治運作 往往是下面這九個條件 之一 或者是有幾個是同時發生的 好這些因素 往往看到的是 常常會讓一個國家的民主政治 能夠 這個不能夠有效運作 我們看一下 好跟各位做個參考 第一個 貧窮 我們剛才提到了 太窮的國家 其實除了印度之外 很難能夠建立民主 第二個 嚴重的貧富差距 就是社會不平等 major inequality 不平等 貧富差距太大 如果一個國家的話 貧富差距太大 其實也很難建立民主 第三個 就是我們剛才在強調的 沒有中產階級 好沒有中產階級 第四個 就是一個所謂的低的教育水平 教育程度低落 這些因素都是 不利於民主政治的 穩定的發展 當然 克美這邊也談到 而這四個因素 有時候還是會同時發生的 這四個因素 環環相扣 很多國家是 這四個因素 同時出現 貧窮 貧富差距太大 中產階級 微弱 然後教育水準低落 而這幾個因素 同時發生了 當然這個國家的民主政治 更是很難的建立 那其他的一些因素 包含了 我們看看第五個 就是我們剛才提到了 殘有國 很多國家 這個石油太多了 對於民主政治建立 不見得容易 第六個 就是所謂的部落文化 這些國家可能 我們等一下下一章會談到 還是一種屬於部落式的文化 並不是像我們所看到的 一些多元民主參與式的文化 那麼這個往往在很多的非洲國家 仍然存在 第七個 就是缺乏公民社會 這我們下一章也會談到 公民社會的建立 也是民主政治運作的 從社會面而言 非常重要的一些因素 你不是只是看政治制度的建立 這個國家的社會底層 是不是有一定的公民社會的存在 也是蠻重要的 那麼什麼叫公民社會 我們下一章會談到 第八個因素 就是說民主經驗不足 沒有一個先前的一個民主的經驗 民主經驗不足 往往一下子 就走向民主的話 對很多國家運作可能也會產生困難 第九個呢就是所謂的 附近沒有民主國家 國與國之間也會有學習效應 如果你周遭的都是獨裁國家 你這個獨樹一格要建立民主政體 可能也會蠻困難的 所以國與國之間的這種社會化的學習效應 也是蠻重要的 這些問題我們下一章都會談到 什麼叫社會化 什麼叫政治文化等等 所以這些因素 是一些學者歸納出 不利於建立民主的一些因素 當然這些因素 如果好幾個同時出現的話 那麼這個國家的民主 更是可能會走向失敗 所以不見得是說 很危險走向民主 就每個國家都一定能夠成功 其實倒退的例子 在整個世界看起來 是所在多有的 好我想呢 這是我們對於這一張 大概一些主要的探討 那其他的部分呢 當然 課本的內容 好就請各位呢 再仔細的進行閱讀 好我們現在呢 進入到下一張的討論 其實現在各位先翻到 117頁 前面呢 這幾張 我們稱為叫Part 1 好 那麼從這個117頁的部分呢 我們進入Part 2 Part 2的話 主要探討的是政治態度 Political attitude 那政治態度的部分呢 我們主要就是探討第七跟第八張 好這個也可能就是我們其中考的範圍 我們其中考大致上就是應該考六七八張 我今天翻一下形勢力 其實也快到了 那麼在四周上課就要其中考 其中我們還有一次放假 我們那個溫書假4月3號就放掉了 我們還剩四周的時間 原則上的話 原則上我們目前的規劃是 我們這個禮拜跟下一次上課 有兩個星期呢 會介紹第七張政治文化 然後呢再兩個禮拜 介紹就是所謂的民意 好民意 主要是介紹一些民意調查的一些東西 等等 所以我們大概第七跟第八 那這兩張的範圍都不算太多 那原則上我們其中考 現在跟各位已經開始談其中考 其中考的話 我們大致上的範圍 目前規劃就是六七八三張 好如果同學要未雨綢繆的話 你可以先行進行預習的工作 或者過完杜鵑花節再說 好那我們大概進入到 Part 2就是政治態度 我們主要是探討的是 第七張的政治文化 跟第八張的民意 好請各位翻到下一頁 一百一十九頁 一開始呢先從一個歷史開始討論起 好第七張我們探討的是政治文化 課本這邊談的是歐巴馬的健保改革 當然 談到歐巴馬的健保改革呢 很多人都會從 這個 美國就是行政跟立法之間的互動 歐巴馬是民主黨的嘛 對不對 他沒有辦法說服 在國會裡面居多數的共和黨的支持 所以經過一番惡鬥 然後還 這個之後呢 這個歐巴馬的健保改革方案 才可以能夠逐漸的這個付諸實行 當然還中間還受到了非常多的一些挑戰 跟一些這個折衷妥協的過程 那麼 除了從政黨政治角度來看歐巴馬的健保改革 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面向是人們忽略的 歐巴馬所面對的不是共和黨的挑戰 歐巴馬其實面對健保改革還很大的一個 一個對手 就是美國的政治文化 美國的政治文化 為什麼呢 如同課本這邊所談到的 因為呢 這是一個非常深層的問題 絕大部分的美國人 事實上 並不是非常的 樂意接受一個所謂的Big Government 一個大政府 好 他的健保改革裡面 好需要人 對他的財產 要做一些重新的分配 那麼 很多的美國人 事實上從心裡 就不太願意政府管 個人的事務管太多 當然這個東西呢 到了20世紀初年 美國的又是民主黨 好就是這個 羅斯福的新政之後 有一些改變 但是對於一個大政府 尤其對於個人事務上 好大政府本身的一種存在 是許多美國人所不太願意接受的 當然這是一種非常根深蒂固的 美國的政治文化 而歐巴馬現在所標榜的一些 健保改革的方案 事實上就是在挑戰 這樣一種根深蒂固的 美國的政治文化 好 這是一個 我們值得思考的一種 這個面向 所以說 如同各位看一下 119頁第一段 最後上行所說的 政治文化是什麼 簡單的說 政治文化 Political culture sets a country's norm 政治文化呢 它就設定了一個國家的 基準的一些規範與限制 然後呢 它是非常不容易被推翻的 政治文化本身 就是設定了一個國家最重要的 就是普遍大家共享的一些 一些基準跟規範 當然這我們會做進一步的一個定義 那麼它是很難在短期間改變的 它是長久存在的 而歐巴馬其實健保方案本身 就挑戰了我們所說的 美國普遍 升職人心的一種政治文化 就不希望看到一個政府擴張太大 就不希望政府管太多 當然談到這樣子的一種政治文化 我們不僅會回想到 那我們台灣呢 我們台灣的政治文化是什麼 如果就這一點而言的話 我們到底是希望一個大政府 還是希望一個小政府 我們是希望一個大政府 政府無所不包 但是我們又不希望納太多稅 這是我們的政治文化 對 減稅越多越好 所以其實我們是有種矛盾了 那麼就其實我們現在 當然這也是跟政府的作為有關 因為過去我們知道呢 政府一天到晚標榜 還要做一個大有為的政府 什麼叫大有為的政府 就是要大還要有為嘛 對不對 那麼要管的事情很多 然後政府要做人民的公譜 什麼人民的事情 人民的小事情 是做什麼大事情 就是很多很多這種說法 也讓民眾直接感覺到 那你政府當然要什麼都要管 而民眾普遍的也會認為 政府當然什麼都要管 什麼事情 政府都要來照顧人民嘛 對不對 對不對 那麼當然這個其實 它背後應該有一些意識形態 或是一種所謂價值或信仰的支撐 可是在台灣的話 這方面是比較缺乏的 我們反正什麼東西 就叫政府負責就是了 所以其實你可以發現 一般民眾其實就希望 就是政府無所不管 什麼事都要管 可是一方面呢 我們很矛盾的情節是 你說要增加稅收 增加稅等等的話 一般民眾就非常難 這個加以這個接受 或者是說水費電費要調漲 那當然我們抗拒心還是很大的 我們生活已經那麼困苦了 還要調我們的水費電費等等 所以其實很多的因素之間 好在台灣 有時候很難說得準 我們到底是存在 什麼樣的政治文化 只能說還在過渡中 那當然其實還是另外 有一些政治文化 是值得我們進一步來思考 我們先回過頭來看看 那到底什麼叫做政治文化 各位看一下119頁下面 What is political culture 我們剛才曾經說過 政治文化呢 它就設定一個國家的 基準的規範跟限制 它很難能夠被輕易的推翻的 那麼事實上呢 每一個社會 各位看下面所說的 每一個社會呢 都會將他們就是 長久存在的 多數人共同願意遵守的一些 這個規範價值 然後呢 透過很多不同的方式 來灌輸到他的人民的 這個心目中 當然這個東西 可能透過政府的宣傳 透過教育 透過家庭的傳遞 然後透過很多很多的 民眾之間彼此的溝通 就是你會逐漸的會發現 一個國家 當然不僅一個國家 獲取某些地區 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 人們他們會享有 共同的一些價值 一些符號 或者是 像是一些信念 這些信念當然 我們說過有一些 可能是透過經驗傳承而來的 某些是透過彼此之間的教育 彼此之間的傳承 而獲得的一些 大部分人有一些共同的想法 在信念上 在符號上 在這個價值上 那麼這就是所謂 一個國家的政治文化 當然 每一個國家的政治文化呢 往往可能差異蠻多的 當然 這個會跟 一個國家的歷史 經濟狀況 宗教 民俗 民風 社會習俗 都會相關的 它不是憑空出來的 我們剛才說過 跟歷史 宗教 經濟狀況 等等 民俗風氣 都會有一些相關 比如說美國 時常被稱為 各位看到 119頁倒數第二 還叫 competitive individualism 叫做所謂的 這個競爭性的個人主義 這樣子的政治文化 非常強調個人主義 那當然也會說 中國人傳統上都是什麼 強調集體主義 對不對 我們比較不那麼強調個人主義 這是一個比較大的層面的 一種政治文化的差異 但是即使在西方國家 英國人跟美國人 美國人跟法國人 彼此之間的一些政治文化 還是有很大的落差 那麼我們休息一下 下個課呢 繼續來探討 關於政治文化的問題 我們現在繼續上課 請翻到120頁 我們在上堂課開始探討政治文化 那麼我們剛才說過 一個國家的政治文化 事實上對一個國家 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些影響 那什麼叫政治文化呢 基本上就是一個國家的一些 它的一些政治系統的一些信念 符號價值等等 但是呢不同的國家 因為它的歷史經濟 這個民俗宗教都不太一樣 所以當然可能會發展出不同的政治文化 那麼當然在上堂課呢 我們也特別談到 甚至政治文化本身 都會影響到一個國家的民主政治 是否能夠有效運作的 非常重要的一個先決條件 那麼120頁這邊再度提到這個問題 各位看到第一段的最後一行 他也特別又再度強調 比如說伊拉克 伊拉克的政治文化 事實上就沒有任何的民主的根基 在這樣子缺乏民主的政治文化之下 當然民主政治想要運作 就非常非常的困難 那麼比較學術性的定義 這邊所引用的是這個Verba 這是一個很有名的探討政治文化的學者 Verba 各位看到第二段 他所定義的政治文化就是指著 經由所謂的empirical belief 經由一些經驗性的信念 一些 expressive symbols 一些表達的一些符號以及價值 那麼而產生的所謂的政治文化 而政治文化本身呢 它是所謂的界定了政治行動發生的一些狀況 那麼所以呢 在什麼樣的situation之下 那麼什麼樣的政治文化之下 那麼往往呢 人們可能會採取不同的一些 所謂的political action 一些政治行動 那剛才我們一直談到的信念 符號 價值 這是塑造一個國家政治文化的一些非常重要的要素 那麼當然 這樣子的一些話語聽起來蠻抽象的 我們不妨用一些比較實際的例子來說明 那麼 什麼叫經驗性的信念 其實呢 一個國家或者一些地區的人們 會從過去的一些政治活動裡面 一些過去的一些經驗裡面 逐漸逐漸地培養出 他們對於許多政治事物的一些觀點 或者是一些想法 舉例來說 我們在台灣 有一種政治文化 就是一種非常注重關係的政治文化 當然這不僅是在台灣啦 普遍的華人社會裡面 對於所謂的人脈關係 會非常的著重 我不記得我們上個學期 有沒有特別的說過這個問題 那麼曾經呢 在60年代的時候呢 有一些國外的一些人類學者 來台灣做田野調查 那麼他們在中南部很多的鄉村 看台灣的一些地方政治的運作 他們就發現在台灣的地方政治運作裡面 人跟人之間互動 有一種非常非常特殊的 在他們的西方社會裡面 幾乎找不到的一種現象 而這個東西呢 連英文的適當的智慧都找不到 那麼他們把這個東西呢 後來就直接寫成這樣子 如果你們發現呢 一些60年代的時候 一些西方的人類學者 探討台灣的一些地方政治 他們就形容我們台灣的政治裡面 有個很特殊的東西 找不到英文字來形容 他們就直接用這樣的稱 叫做關係 關係是什麼 在台灣 我想各位 一提到關係 我們 凡是這個 什麼事情要講究 要講究關係 這大家都知道這個意思 可是這邊的關係的意思呢 絕對不是像英文什麼relationship 什麼relationship 這種字所能夠涵蓋的 對不對 我們說國際關係 international relation 那個關係 跟我們這邊所講到的關係的概念 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剛才說過呢 他們就沒有什麼適當的字 就直接用來叫做關係 在台灣 我們 這是一種我們所說的 一種所謂的 empirical belief 一種從經驗而來 逐漸 形塑了很多人的一些信念 我們實際上說 要跟政府部門打交道 一定要找關係 找後門 或者是要找什麼 議員去關說 對不對 什麼事情 要去申辦 你要申辦什麼東西 先找議員去說說看 甚至連出了車禍 都要找議員 來到現場 關說一下 所以議員每天 就要做這些事情 他們喜歡嗎 他們也不見得喜歡 但是沒有辦法選民服務 選民的壓力 你不去的話 你可能票就少一張 我們在台灣時常 聽過一句話 叫做 有關係 有關係 就沒關係 沒關係 沒關係 就有關係 對不對 這邊所說的關係 就是這個意思 他似乎是 當然不見得每個人 但是大多數人 都深信不疑的一種信念 而這種信念 到底是對還是錯 我們以後 等一下會進一步的談到 但是呢 就是說這樣一種 所謂的強調關係的 就是我們這邊所說的 政治文化 它是普遍的存在於 很多人的心中的一些想法 我們剛才所說的 欸 你要去 你家裡面要申請個什麼 什麼建築執照 或什麼東西 要跟市政府打交道 最好就找個議員 去打一通電話 甚至呢 像各位男生以後什麼 你們不用當兵了 太可惜了 那麼 很多人當兵 要調單位 或者分發單位 也要找什麼立法委員去 說明 說一下 對不對 疏通一下 就會調到比較好的單位 大家似乎都相信這些啊 都相信 如果大部分人普遍都相信的話 它就是一種政治文化 所以我們實際上說台灣 它就是一個非常強調 關係的政治文化 人脈關係 這種在選舉的時候 發揮的就是所謂動員 我們實際上說 台灣很多無黨籍的市議員 現議員怎麼會當選 他們並沒有政黨的支持 政黨標籤不見得重要 但是呢 你的人脈 你的服務績效 才是決定你是否當選的重要因素 你選立委 選總統 選縣市長 或許政黨提名是重要的 但是在台灣 你可以發現 你們所住的鄉鎮 或者說你們所居住的城市 市議員 有很多都是無黨籍的 在台灣的基層選舉裡面 就是透過所謂人際關係網絡 這種關係的動員 對不對 婚喪喜慶 各種社團的聯誼 那講究關係嘛 對不對 婚喪喜一定要到 並且我們在台灣 在選舉的時候 每個市議員都知道 像各位 如果你們 以後有治癒這方面的話 喪禮 比婚禮更重要 喪禮比婚禮更重要 婚禮 好日子 對不對 然後呢這個一個晚上 可能這個市議員要跑 跑十幾趴 到了一個地方 遲到了 六點半開始 他八點才來 沒有關係 來的時候一定要上台說幾句話 飯沒吃沒關係 跟新人 敬杯酒又走 實際上市議員一個晚上十幾趴 跑下來 什麼都沒吃 餓得要死回家吃泡麵 但是 一定要都要到場 這個還好 但是 據說在台灣的話 商禮更重要 那麼 那些商家都會看在眼裡 哪個市議員到了 哪個市議員沒到 那個沒有到的市議員 沒有像這個 這個 等於說是致意的 你下次票絕對不會投給你 大家都看在眼裡 因為台灣人 就相信這些東西 你這樣子的文化 我所說一種 注重關係的文化 你不改變的話 當然 我不曉得要 需不需要改變啊 但是這是我們 根深蒂固的一種 地方性的一種文化 而在這文化之下 你要 應用在政治上的話 從事選舉 從各方面 你就必須這些嘛 跑婚商喜慶 跑紅白鐵對不對 然後社區活動 一定要到場參與等等 這是我們的 你不要說市議員了 包含了連立委 都需要做這些事啊 這是我們一種 非常特殊的文化 其他國家很少像這樣的情況 尤其是像國會議員 連一個社區辦活動 國會議員都要到場 趕不到場嘛 沒有人趕不到場 所以當然這樣子的 這是我們的文化 在我們的這種文化 跟其他西方國家 顯然就有很大的不同 但是這是一種 我們所說的 imperical belief 我們都說過 無論你跟官場打交道 你可能需要找關係 找市議員去打通電話 去說一下等等 那麼像這樣一種文化 是跟真蒂固的 然後當然也有很多 像是這種 一些所謂的symbol 一些符號 當然如果我們看到台灣 台灣本身的政治文化 就是一個非常非常強調 各種symbol 各種符號的一種政治文化 舉例來說 我們就談到選舉好了 你看看哪一個選舉 這個候選的競選總部裡面 不會擺一個大蘿蔔的 每個都要擺 因為擺蘿蔔幹嘛 象徵是什麼 好彩頭 對不對 那當然他所造的就是一種 文化上對於人的一種制約方式 那當然他們所形成的一些價值 我們所說的 台灣買票的文化 對於很多人而言 怎麼可能還會把一些票 輕易的賣出去 可是對於許多人而言的話 買票沒什麼不對啊 我去排隊 那些放下手邊的工作去排隊的話 他給我一個走路工 對我表示尊敬 有什麼不好的 等等 這樣子不同的一些價值文化的話 當然可能形成了 對於一些政治行動 會產生不同的一些影響 那麼 這是我們廣義的說 所謂的這種 所謂的這個政治文化 那麼我們簡單的說 政治文化 就是一個國家 或者一個地區的人們 普遍共同分享的一些信念 一些符號 一些價值 他可能會影響到人的一些政治行動 好 這就是所謂的政治文化 好 那不同的國家 有不同的政治文化 甚至一個國家之內 可能不同的地區 也會有不同的政治文化 好 在台灣我們實際上說 我們的台灣 其實小小一個台灣島 南北之間 就可能是有不同的政治文化 好 可能有不同的政治文化 好 表現在政治容物的言行 表現在競選的方式 好 表現在問政的態度 表現在投票行為 可能台灣的南部地區 跟北部地區 他也可能會產生一些微妙的 政治文化上的一些差異 那當然更不同的國家 那麼比如說他的政治行動 有些國家特別喜歡示威 有些國家特別喜歡佔領 這個公共的建築物 有些國家特別喜歡罷工 這個在很多國家都差異性非常非常大 這個以後我們會有時間 來談這方面的問題 像比如說 你說西方國家好 西方國家的話像法國 法國就是一個最喜歡罷工的國家 有事沒事卡車就開上高速公路 全部就罷工了 飛機場就不飛了 可是在其他國家 比如說美國 這樣子的行動是比較少的 所以即使是西方國家 彼此之間其實政治文化的差異 是蠻微妙的 那你說像對於西方國家而言 他們所觀察到的東方 甚至儒家的文化熏陶之下的 比如說韓國 台灣 日本 是不是一樣呢 其實我們發現 還是有不太一樣的地方 比如說像是一些抗議活動 韓國人的街頭抗議 學生運動 跟台灣相比的話 差異性是蠻大的 差異性蠻大的 所以這些東西 其實之間的差異性都是存在 這是關於政治文化 但是我們說政治文化 真的會限制到 許多政治人物 一些選民的 一些實際的政治行動的 一些取捨 另外一方面的話 各位看到120頁 政治文化與民意 政治文化與民意 他們二者之間 是有一些重疊性的 但是並不見得是完全相同的 那麼舉例來說的話 政治文化跟民意 他們兩個都是一種 面對政治的態度 如同課本這邊所說的 但是政治文化比較著重於 對於政治跟政府的一些 基本普遍的一些價值 比較著重是長期性的 比如說對於政府的信任程度 這是一種政治文化 每個國家的民眾 對於政府的信任程度 是有很大的差異性的 這是政治文化 而民意呢 卻是一種比較短期性的 尤其是表現在對於政治人物 或者是政策方面的一種好物 這是民意 它是比較快速的 比較容易改變的 所以呢可能 我們測量的方式都差不多 比如說我們在探討一個國家的政治文化 在台灣 比如說或者說做民意的調查 基本上所使用的工具 可能都是用電訪的方式 但是題目的設計會不太一樣 我們下一章會繼續談到這方面的問題 比如說我們台灣 像中研院 中研院他長期的來做 所謂台灣的一種基本 所謂的民眾 意向的這個變遷的調查 一做做了20年 每年都做 他裡面的題目問的 可能就是一些關於 你是不是信任你周到的朋友 你是不是信任政府 像這樣的題目 20年來看整個台灣的這種變遷 可是民意調查的話 可能就是問說 你對於馬英九 你覺得滿意還不滿意 對不對 你對於江義化 滿意還不滿意 這個就是民意調查 政治民意調查跟政治文化 他們可能都是用電訪 但題目的設計會不一樣 所著重的問題的意涵 也不太一樣 但是呢他們終究 還是會有一些 這個 這個 重疊性的 那另外一方面的話 課本這邊也談到 而政治文化本身 除了做一些量化的民意調查之外 他們也可能會採取比較多的人類學 心理學的研究方法 做一些比較直性的一些研究 而民意調查的話 多半都是從事一些量化的研究 那麼 這個他們這個目標還是不太一樣的 那麼但是呢 這兩者呢同樣的都是滿重要的 所以我們分別會在這一張跟下一張 來這個進行探討 而有關政治文化的部分 各位看120列倒數第二段 倒數第三行 我們這邊特別提到一個人 叫做托克爾維爾 好這邊特別提到了托克爾維爾 那麼他是當代的政治文化的一個所謂研究的一個先驅者 一個奠基者 那麼我們這邊特別稍微介紹一下他的一些觀察 因為他的東西其實是滿重要的 托克爾是法國人 是19世紀初的法國人 那麼我們知道呢 其實在美國大革命完之後 西歐掀起了一股 就是這個想要了解美國的熱潮 哇你看美國在18世紀末期 這個跟英國打了一仗 然後脫離英國殖民地而獨立了 然後建立起全世界第一個總統制的國家 建立起全世界第一個三權分立的國家 建立起全世界第一個聯邦制的國家 全部都是新的東西 這個對於當時還是以君主制為主的歐洲 其實震撼相當大 所以當時一股熱潮 紛紛把當時美國的很多重要的東西翻譯成英文 這個各種各國文字 美國當時的一些自憲先賢的辯論 聯邦論的文集 當時一些美國的制度 大家都熱切的討論 然後很多人一開始思考 美國這樣一種全新的實驗 到底會多久 其實當時歐洲人雖然對美國人 有熱情想要研究 可是很多人也不看好 都會看衰 覺得這個政體沒有辦法維持太久 大概一下子就完蛋了 這樣子怎麼運作 都是新的東西 所以對於美國其實一方面 有熱情想要了解 但是一方面也不是很看好 美國這樣子的一種政體能夠持續運作多久 那麼托克維爾當時 他大概1830年代的時候呢 他親自坐船到美國去 在美國實力的走了一圈觀察 當時美國整個的運作 他提出了 有別於以往不同的觀察 他回法國之後呢 就寫了一本書叫做 英文翻譯叫做所謂的 民主在美國 那麼這個 或者是論美國的民主 這我們中文有不同的一些翻譯 他提出的觀察是 除了之前長久存在的 什麼憲政體制的辯論 什麼三權分立制度等等 這些東西討論什麼聯邦制的運作 那麼探討一些美國的民主政治的運作 共和主義這些 托克維爾呢 他在1835年出版的這本書 一下子非常受到矚目 甚至後來還被翻譯成美國 英文翻回成英文 讓美國人自己看一看 一個外國人如何觀察 美國的一個政治 他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因素 他認為美國的民主可以持續 最主要的因素呢 除了那些因素之外 他提出一個過去沒有人觀察到的東西 叫做公民社會 公民社會 那麼當然這跟我們談的政治文化 有非常密切的一個相關性 托克維爾發現 當時是一個那麼年輕的 朝氣蓬勃的 剛剛建國不久的一個美國 19世紀初 他認為美國的民主 他認為是可以持續運作的 因為美國 他有一個非常自主而多元的公民社會 而這樣的一個自主而多元的公民社會呢 是他認為是保障民主自由 免於多數暴力的非常重要的基礎 除了那些制度性的問題之外 這樣子存在 普遍存在於美國社會裡面的 所謂公民社會這樣的一個精神 所以公民社會的定義其實蠻複雜的 我們等一下會進一步的來看 結果各位看到一把二十一頁 有沒有Key Concert 這邊也談到所謂 civil society 公民社會 那麼 所謂公民社會簡單的說 他的定義非常非常多 簡單的說什麼叫公民社會呢 就是指著獨立於政府 國家跟市場之外的各種自願性團體的總和 這個叫社會 基本上我們說一個 這個政治學最強調的就是 state 國家嘛 經濟學強調的是market 市場 社會學方面是看的是 除了state跟market之外 這是sociality 而這個sociality呢 裡面有非常多各種 這邊所談到的所謂的voluntary association 各種自願性團體的總和 我們稱為叫公民社會 而這是托克維爾當時在19世紀初 就發現了一個 美國非常特殊的一種文化 我們所說的政治文化 就是一個 它是一個公民社會 非常多元自主蓬勃發展的一種社會 換言之簡單的說怎麼樣 美國人當時19世紀時候 就是很多人自願性的加入 很多很多不同的一些社團 很多人在地方上 他們會加入比如說義肖 對不對 義勇消防隊 加入同志軍 加入各種自願性的 比如說教會的一些 服務性的社團 幾乎每個美國人 都加入各式各樣的社團 我們說這些社團 我們所說的 就是獨立於國家機器 獨立於市場運作外的 各種自願性的一種 團體的總和 按照現在的說法來說 就是各種NGO NPO等等 他們19世紀初的時候 他們就發現 美國普遍存在這種情況 就是他們托克維爾認為 這才是真正的美國的民主 能夠運作的持久的最重要因素 因為他們有非常活潑的 非常自主的一種公民社會的存在 不是完全都是受到政府控制的 不是完全被市場經濟操作的 而是很多人都願意參加各種自願性的組織 然後透過他們的人際網路的建立 來維繫整個美國的一個社會 它的基礎是非常的雄厚的 像一種公民社會的基礎 好 這是當時托克維爾所看到的 而當然他回去之後呢 寫了這樣的一個書之後呢 對於大西洋兩岸 都造成非常大的一些震撼 美國人才發現 突然發現原來我們有這麼多的好處 我們都搞不太清楚 而且被外國人看出來 原來我們公民社會如此 當然這一次後來很多人也承認 的確美國的民主能夠根基這麼雄厚 其實公民社會的蓬勃發展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當然這引起了後來一些很多的討論 我們等一下這個課本後面 可能也會談論類似的問題 比如說呢到了二十世紀末年 二十世紀末年 也就是最近這一段時間 有學者也指出來 似乎美國的公民社會 這個被托克維爾 以及後來很多學者推崇 是認為美國民主能夠如此的 堅強壯大的最重要的因素 這個公民社會似乎逐漸在視為 似乎逐漸在視為 我們可能後面會談到一本書 叫Bowling Alone 叫做一個人獨自打保齡球 這是什麼意思呢 一個Potner一個Robert Potner 一個學者提出來 我們等一下會專門介紹他的東西 而Potner就從一個很簡單的指標來觀察 叫Bowling Alone 就是美國的打保齡球的人口 其實並沒有減少 反而越來越多 美國的保齡球人口越來越多 喜歡打保齡球的人不少 但是美國的保齡球的隊伍越來越少 就是大家其實都喜歡組成一個club 一個俱樂部就是一個球隊有沒有 一些人三五好友一起弄個隊 然後還有什麼城市之間辦很多杯 然後對抗嘛 就是保齡球的球隊越來越少 但是保齡球的人口越來越多 就怎麼樣 大家喜歡一個人打保齡球 不太喜歡跟別人一起組隊打保齡球 就覺得這是美國一個很有趣的一種象徵 就是他們認為美國的所謂公民社會 就這種以前很喜歡參加這種自願性的結社 這樣的風氣似乎漸漸在改變 好這是一種觀察啦 當然有些人提出另外的批評 但是我們回到這邊所說的 就是說從十九世紀初開始 公民社會的研究 甚至呢我們所說的 這是一種非常重要的政治文化的象徵 而從托克維爾開始就認為 美國的真正它之所以強 能夠強 然後它的一個最重要的一個 這個所謂基礎 就是在於它具有強大的 活潑的自主性高的公民社會的存在 好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種觀察 好這個部分呢我們等一下會繼續來談到 那麼我們剛才還強調說公民社會的話 它基本上就是說獨立於政府 國家跟市場之外的各種自願性的 團體的一種這個總和 當然其實在西方世界 我們剛才說過它有一些特別的文化基礎 在西方社會裡面 好公民文化其實一個很重要的要素 這跟台灣不太一樣 公民文化一個很重要的要素呢 主要是什麼 教會組織 各種教會組織 其實從中古世紀以來 我們知道呢很多的國家 政府或者說獨裁者 侵犯人民的生活 都是透過教會 教會彼此之間的幫助 這個教會組織的一些成員 彼此之間透過很多這樣的方式 作為急難救助等等等等 所以加入各種教會的組織 甚至教會所建立一些自願性服務的組織的話 是西方社會長久幾個世紀以來 存在的一種基礎 所以呢 我們這邊所談到的公民社會 其實很大的一部分 在西方社會裡面 主要是跟宗教有關的一些 自願性的組織的結合 而這個部分在台灣是不太一樣 其實我們發現台灣這幾年來 所謂的公民社會 也是發展得非常不錯 包含像各位 現在越來越多年輕人 願意參加很多自願性的活動 或一些組織 當然有些人說 在高中以前參加各種活動 主要是為了要升學 推增成績比較漂亮 但是未必都如此 未必都如此 比如說我們政治系的學生 我這幾年擔任系組 看到非常多的我們的學生 寒暑假 到一些很偏遠的地方去服務 到印度 到很多地方去做一些這個非常 這個支援性的一些工作 其實像這樣子的一些事情 其實在台灣目前的 像各位年輕人這一代裡面 也是滿普遍的現象 至少比過去 這方面會深入你們的生活 很多很多 所以其實台灣 雖然沒有像西方那樣的一種 所謂宗教 基督教的這種傳統 但是基本上台灣各種NGO NPO在台灣這幾年 蓬勃發展 很多的大學生 願意參加很多 自願性的一些組織 然後藉此來訓練自己 藉此來建立人際關係 我覺得也是一種非常 有趣的一種現象 當然這個是不同的一些 一個國家歷練的一種經驗 可是無論如何我覺得 公民社會其實在台灣 這幾年其實 我覺得已經越來越成熟 包含不要說別的 上個週末 所謂的訪核運動 一直 這次訪核運動的話 當然基本上政黨並沒有介入 政黨基本上並沒有介入 當然很多政治的物理就跟著走 但是沒有任何的政黨標誌的 但是我們可以發現 這次的訪核 二十萬人 二十多萬人 基本上就是透過 所謂的一些資源性的團體 來主動發起的 從北到南 也創造了一個歷史的紀錄 我們說這是 很多報紙上登的 這是台灣的所謂的 公民社會的一個 重新的一個轉例點 就是在說這些東西 可以形成一些政治壓力 這麼多的一些非政府 非市場外的一些 資源性的團體 然後很多的一些 又回到之前所說的 中產階級 大量的知識分子 大量的加入 造成了所謂的一種 龐大的一種社會壓力 這是對於政府 會產生很大很大的一些影響 而這就是所謂的 公民社會的力量 當然我們從某個角度而言 也是托克維爾 這兩個世紀其實觀察到 美國之所以強大 也很重要的一個基礎 像這些其實我們在台灣本身 也可以值得進一步來思考 那我個人是覺得台灣 雖然大家對於政治很不滿意 對政治融入很不滿意 但是可喜的是 我個人覺得台灣的公民社會 是越來越成熟 越來越壯大 越來越活潑 越來越多元 而這個才是台灣未來的民主政治發展 一個比較重要的基礎 比較重要的基礎 除了我們一天到晚 抱怨政治融入 抱怨政治制度之外 但是事實上 這部分的話 是同步在前進的 我覺得對這方面 我們其實在台灣 還是蠻有信心的 好 回到課本的這個內容 那麼這是我們剛才對於 所謂公民社會的一個簡單的介紹 然後補充的說明一下 從托克維爾的觀察 一降 那對於他的一些批評 我們等一下會進一步的來加以探討 那麼而另外一點 值得我們來注意的是說 各位看到120頁的最後兩行 過去呢傳統上 我們都會假設 政治文化是不容易輕易變動的 或者是說變動是非常緩慢的 相對而言民意是變動比較快的 民意是變動比較快的 但是最近的一些研究呢 也會顯示 各位看到121頁 其實政治文化也可能是 變化會越來越快速的 當然這可能是 拜近代的科技之次啦 各種訊息的傳達等等等等都更為快速 然後呢可能一夕之間人的觀感 對於政府的態度 一些重大政策 都可能起了非常重大的變化 所以目前來說的話 即使是政治文化 就是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人 普遍的一種信念或者是認知 也可能改變的會蠻快的 但是我們只是說相對而言 相對於民意的變化 政治文化雖然可能 比過去來的更快的變化 但是相對於民意而言 它的變化還是相對是比較緩慢 我舉個例子來說 以台灣來說的話 可能這幾年變化比較大的一種 政治文化的變遷 就是人與人的信任感 跟對政府的信任 其實這是有非常多的數據資料可以顯示的 比如說二十年前 二十年前一般台灣的民眾 是相當相信政府的 政府說什麼都是對的 政府說什麼大部分人都會相信 可是到了今天 尤其這幾年來 民眾對於政府的信任度是急速在改變中 急速在改變中 這是一種非常巨大轉變的一種政治文化的變遷 對於政府的不信任 當然像這一次我們提到的像反核 不管各位是贊成核四還是反對核四 但是很多人反核是基於什麼 當然很多人根本就是反對核能的發展 有些人是反對核四的興建 對不對 有些人根本就是反對台電 基本上就不相信台電嘛 他認為台電過去其實隱瞞了太多事情 他說什麼根本不相信啊 所以基本上就是 當然台電可能廣義的代表政府的一種公權力的行使 其實你對於核四它的安全 你對於台電的管理 就算核能是安全的 可是也不相信台電可以有效的管理 所以這一方面糾紮在一起 讓很多人在不同層次上 表現出了所謂的反核的態度 可是層次上可能是有差異的 但基本上總體而言 台灣的民眾對於政府的信任程度 是在下降中 並且是非常快的下降 這是一種非常有趣的 我們不能說有趣啦 但是一種政治文化也有極速的變遷的一個例子 但是相對而言我們還是會說 跟民意的這個變遷當然還是會比較緩慢的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121頁 所謂的參與政治參與 在美國的政治參與的一些狀態 那麼當然即使我們談到很多的政治文化的一些問題 即使是在美國 那麼也不是每一個民眾 我們實際上很多人說 其實美國就是一種所謂的參與型的政治文化 是所謂的政治的所謂的公民文化 公民文化的一種典範 當然這是美國人認為 很多人說這是你美國人為自己的說好話 但事實上的話我們說過 美國這個社會它的公民文化 那麼它的所謂的參與型的政治文化 還是為很多的學者所推崇的 但是就算是在美國這種所謂的參與型的 這種政治文化的典範的這個國家裡面 也不是意味著每一個人都高度的 積極的熱情的參與政治 這也是蠻有趣的 即使美國我們等一下會介紹 它稱為叫做參與型的政治文化 可是參與型的政治文化呢 有些人說也只不過是三七比 可能七成的人還算是比較積極參與 然後三成的人還是不太參與的 甚至七成參與的人 他們也是表現在特殊的一些不定期的參與 也不是一天到晚很熱衷 反而是一個國家如果全民都非常高度的熱衷 一天到晚都在參與政治的話 這個國家可能蠻危險的 這是事實啊 所以到底我們稱為叫參與型的政治文化 是表現出什麼樣的一種情況 好這是我們要進一步討論的 但是討論這個問題之前 我想我們按照順序來說 比較順的方式是先來介紹 122頁各位請翻到122頁 叫classic work 一個非常重要的研究 就是關於公民文化的研究 這個部分我們先來介紹 再回過頭來介紹美國的政治文化的一些問題 公民文化它作為當代的探討政治文化 非常重要的一個核心概念 同時呢它也是一本書的書名 是1963年出版 我把這本書寫在黑板上 然後我把這種話號 所以具 shame 射的頭是ER1 述器 在這本書面 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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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看一下122页 这个黄色的框框里面 两位学者 Elman跟Verba 这是我想政治系的学生一定要知道的两个人 那么他们是研究所谓的政治文化的非常非常重要的学者 那么Elman跟Verba他们在1963年出版了一本书 叫Civic Culture 所谓的公民文化这本书 开启了政治文化研究的非常重要的一本典范性的一个先河 然后呢也算是当代政治学第一个做所谓的跨国研究 五个不同的国家的跨国比较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巨著 那么当然他们所提出来的一些 里面的一些观点 对后世有非常深远的影响 那么就实物面而言 就实物面而言 如果各位翻一翻每一年高不考的考古题 大概他们的东西几乎每年必考 选择题每一年都会出现 不晓得为什么 这个公民文化 或者说他们分为什么 三个文化分为什么 参与型 陈属型等等 这个几乎不晓得为什么每年都会考这种题目 这个大概比较容易出选择题吧 那么 好我们说这个是干嘛呢 在Elon & Verba 1963年的《公民文化》这本书里面 我们说过他当时对于美国 英国 当时还是西德 意大利 墨西哥 五个国家进行跨国研究 然后呢大致上 他跟他们两位呢 根据这五个国家的跨国研究资料 他们将 研究结果呢 分为三种典型的政治文化 三种比较typical 非常典范性的三种政治文化 这三种政治文化就各位看到122页这边所介绍的 第一种叫做participant political culture 叫做参与型的政治文化 参与型的政治文化 那么第二种叫做subject 就是所谓的这个成属型的政治文化 第三种 parochial parochial political culture 这个字呢就很累了 我们中文有各式各样不同的翻译方式 那么我们有些书籍 我这边全部列出来了 我看到的 狭隘型的政治文化 偏狭型的政治文化 原始型的政治文化 边权型的政治文化 地方型的政治文化 还有翻成教区型的政治文化 你看到都是参与型 成属型 第三种的话就会 不同的书籍里面 会出现各式各样不同翻译的版本 为什么呢 其实parochial 其实这个字原始的意思 就是指着 我们刚才说 还是跟宗教有关 基督教 他们就是说 在很多地方上 都会有一个教堂 那附近的人 都是到这个教堂做礼拜嘛 就是算是他的教区 有一个牧师 对不对 带领一群他的信徒 就是这个 他的一个小区域 这是我们所说的 他的一个教区 就像我们 台湾其实也是一样 每个妈祖庙 都有他的祭祀圈嘛 对不对 像台中震撼宫的 这个妈祖庙 就是这个 大甲呀 大安呀 厚礼呀 那一代 那一代的六十几个村庄 的祭祀圈 就在那里面 所以妈祖每年 还要出巡绕一圈等等 那么 所以他的祭祀圈 或者说像这个 这是人类学的东西 或者说像这个 西方社会 对基督教的那种教区 我们说过呢 其实很多人民 平常在西方文化里面 跟宗教的关系很密切 跟教堂关系很密切 然后呢 他们事实上也会参与了 非常非常多 跟宗教失误有关的一些东西 而在很多的一些国家里面 可能很多人民 像拉丁美洲很多国家 他只会关心自己 教区内的事情 整天就在这里面 这个 为什么教 宗教活动做一些奉献 就是每天只是关心这些 什么其他国 国家大事根本天高皇帝远 不管 他每天念之在之的 就是跟宗教事物有关 就是他们小小的圈圈 里面的一些事情 所以我们就 所以有些人翻译的教区型 其实是其来有致啦 所以我们可以翻译的 狭隘型 偏狭型 就是比较指在 指在意的是自己生活周遭的 一些小小的事物 对国家不太关心的 这些 那我们会分别加以介绍 好 这是呢 我们说Ellman跟Verba 他们1963年的书里面 根据五个国家的跨国研究 所做的 结论 他们把各国的政治文化 分为这三种主要的类型 那么 当然 每个国家 似乎也可以fit到 不同的政治文化的这个里面 只是程度上那种差异 比如说第一种 什么叫做参与型的政治文化 我们回到课本的课本内容所看到 那么在一个所谓的 参与型的政治文化里面 比如说像是美国跟英国 一般来说 人民 他能够了解 他们是国家的公民 他们是citizen 并且他们对于政治 是比较关切的 这是属于参与型的政治文化 那么而另外一方面的话 他们也对于自己国家的政治体系 是感到骄傲的 感到自豪的 并且也愿意讨论一些政治事物 然后他们相信 他们能够影响政治 然后他们也愿意组织许多的团体 如果他们觉得某些事情不公平的话 他们也愿意来抗议 来组成团体 来对于国家政府 表示意见 台湾界内这种情况也愈来愈普遍 对不对 然后呢 并且他们也会展现出比较高度的 这边所看到的两个黑体是 一个叫做Political Competence 一个叫做所谓的政治的能力 以及所谓的政治的效能感 Efficacy就是效能感 他们也会展现出比较高度的政治能力 跟所谓的政治效能感 他们基本上也会来投票 并且对他们的投票感到一些自豪 并且也认为人民应该参与政治 他们也谈到了 我把这个部分讲完在下课 他们在自己的社区里面 也会积极地来参与 隶属某一些志愿性的一些社团 然后呢 他们基本上呢 也对他人是比较信任的 并且这个很有趣 提到一件事情 他们往往会回想起 他们小时候 其实他们从家庭里面 就时常会讨论一些事情 那么家庭里面也会尊重 爸爸决定要出去玩旅游了 也会问小孩子你的意见 想去哪边啊 对不对 就会参与到一些公共事务的一些 这些讨论 那么 而这种所谓的参与型的政治文化呢 根据作者的一些研究的结果 他们认为 这是一个最有利于民主的一种环境 如果一个国家 是参与型的政治文化的话 那么其实 最有利于民主政治的建立 当然他们也认为 以美国来说 美国跟英国是比较近似于 这种所谓参与型的政治文化 当然我们说过 即使是在参与型的政治文化之下 也不是代表说 美国每一个人都是高度的参与的 其实还是很多人很冷漠的 只是说比例上 美国是比较接近这样的状态 而台湾目前来说的话 也是越来越接近 所谓的参与型的政治文化 从陈楚行逐渐过渡到参与型 那么 我们关于陈楚行跟狭隘型 我们等一下呢 继续来将近一步的介绍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刚才谈到呢 根据这两位学者 1963年所出版的这本书 那么进行了五个国家的跨国研究 他们将政治文化大致上归类成三种类型 英国跟美国大概属于所谓 参与型的政治文化 表现的特征就如同刚才我们所说的 那么 而当然这样子的一种政治文化 也被认为是民主国家最好的一种方式 民主国家能够稳健 持续运作的最好的一种政治文化 提供了民主政治能够 运作的最好的一种土壤 那么另外一种叫做陈楚行的政治文化 以当时而言的话 大概就像当时的西德 像当时的这个西德 还有意大利这些国家 那么这样子我们所说 subject用陈楚行的政治文化呢 人们当然仍然了解自己的 是具有公民的身份 并且他们也还蛮注意政治的一些事物 只是说比较被动一些 只是比较被动 那么他们也会注意到一些政治上的一些讯息 一些新闻 那么但是对自己的政治体制呢 没有特别感到什么骄傲的 也没有什么感情上的 这个认同啊等等这些事情 那么他们一般来说 不会太主动的谈论一些政治 谈到政治事情都觉得不是很安心 然后也不觉得自己能够影响 对政治有什么样的影响 然后他们跟政府的方面的互动呢 大概也仅止于地方上的一些 一些这个官员 然后他们也很少组成一些团队 想要影响政治 换言之呢他们的政治能力跟政治效能感呢 都不会特别的都不会特别强 有时候呢有些人还会感到比较无力感 那么当然他们也会去投票 可是基本上对于投票而言的话 不会特别的这些热情 他们也信任感也比较低一点 然后呢他们这个小孩 从小长大的时候呢 小孩时期呢也不会特别的在家庭里面 讨论一些这个政治相关的一些 这个事物 也就是说为什么叫陈属行 所以陈属行就是说服从嘛 顺民 政府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 就是这种很这个很很 臣服的一些这个人民 他们的资讯获得也很相信政府 政府叫我们做什么 就是政府叫我们投票就是投票 投票率有可能也不低 但是基本上的话 对政治不会太主动的参与 也不会有具有太高的一些热情 他们也不认为他们会对于政治有所影响 好这大概就是所谓的陈属行的政治文化 刚才特别提到两个字 一个叫做这个political competence 好一个叫做political efficacy 这两个字的话简单的解释 各位看一下122页的左上角 那么122页的左上角呢 所谓的政治能力 好就是 事实上就是knowing how to accomplish something politically 就对政治事物呢 事实上就是他可能会有 比较多一些资讯 有比较知道该怎么来 达成一些政治上的目标 好比如说 你反对某件事情 你知道该如何反对 你可以组成团体 你可以投书媒体等等 就是有达成政治目标的某一些的手段 你很清楚 这个叫政治能力 你很清楚知道如何表达你的意见等等 那么而政治效能感 political efficacy就是说 他们认为他们的一些政治的参与是有用的 他们相信他们可以影响到政府 影响到政策 好这叫政治效能感 对不对 比如说我知道 只要我们团结起来 我们表达出某些意见 政府会受到影响的 好我投出到报纸上 看出来的东西 那么被政府官员知道了 那么他们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政策 所以他们相信他们的所作所为 是有影响的 这个叫做政治效能感 当然我们知道呢 越是在这个政治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国家 他们的政治能力或者政治效能感越强 你愿意去做这些事情 比如说上个礼拜你走上街头 你认为你的这些行为 是有可能影响到别人的想法 是有可能影响到政府的态度 这叫政治效能感 那相对而言的话 这些效能感不强 就是说没用啦 所作所为根本没用 他们不会理你等等 这叫政治效能感比较低嘛 当然我们知道 其实到台湾从过去到现在 越来越多的人 政治效能感是不断在提升 当然所以政治能力方面 也不断在提升 人们越来越知道 如何表达他们的意见 也知道运用某一些的策略 来将他的意见反映出来 所以无论在政治能力 跟政治效能感双方面 其实在台湾 其实这几年其实我个人的观察都有 蛮多的一些进步的 但是只是程度上的差异 越是参与型的政治文化 政治能力跟政治效能感越高 而越是成属型的 虽然他们也会参与政治 但是基本上是比较被动的 他们也不认为 他们的政治能力跟 这效能感是比较强的 这是成属型 那第三种呢 以当时的人 就是所谓的墨西哥 这些国家 那么大概是属于procal 所谓的这种边陲型 或者说狭隘型的政治文化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在这些 在某一些国家里面 那么 人们根本不认为 他是一个国家的公民 根本不了解 或不认为自己一种公民的角色 或者根本不认为 我的所作所为 是有可能会改变政府的 他也不太关切 甚至也没有太充分的资讯 能够获得政治上的一些事物 那么这是所谓的这个 边陲型的政治文化 像我们刚才所说的 用这个procal 这种所谓的教区 就是教会的 他们只关切一些地方性的一些 非政治性的一些事物等等 他们对政治没有什么兴趣 不太重视政治 也不太了解政治 他们也不想谈论政治 那等等 这个叫做所谓的 比较边陲型的政治文化 那么我记得我小时候 不是小时候 我们大学时候看的书 关于政治文化书 我们那个 那时候的政治学老师 最喜欢写的 就是如同 中国古代社会里面 所谓的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地利与我何有灾 这样子的一种文化 对不对 这个天高皇帝远 根本那跟我没有关系嘛 政治呢太遥远了 根本不太想管那些 我只关切我周遭的事物 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顶多我村庄的一些 什么庆典的活动啊 我去参与一下我们附近的 宗教的一些仪式啊 活动啊 对不对 妈祖庙的初旬啊 我很热烈参与就够了 其他那些事情 根本跟我们无关嘛 对不对 他们也管不了我们 政治的事情少碰少管 那就是所谓的这种 狭隘型的政治文化 那当时 六零年代的话 就是以墨西哥为代表 当然 事实上呢 这边也有提到 好 就是说 呃 许多的一些 国家 他不见得完全的 就是 某一种政治文化的一个 完全的一个典范 就是某个国家 百分之百就是参与型 某个国家百分之百就是 成熟型 其实不同的民众 他们也会表现出不同的 甚至一个国家里面 不同的地区 好 比如说城市的地区 人民可能就会参与的 比较多一点 好 乡村地区 那政治地利与我何有在 那就可能参与的比较少 所以呢 往往也都是不同的 三种政治文化的 一种混合体 好 一种混合体 比如说美国的话 我们只能说 他还是 以参与型的政治文化的 成分 比较高一些 那你说美国完全没有这种 狭隘型的政治文化 或地方吗 还是可能有 只是说可能比例上 比较少一些 而在台湾 我们说过过去 可能台湾的话 大概都是以 成熟型的政治文化为主 那么参与型的相对比较少 但是渐渐渐渐的 我们越来越像 参与型的政治文化 来转变 对 越来越多的人 愿意参与政治 越来越多的人 也政治能力 跟政治效能感 也会逐渐的提升 但是也有一些人 反而政治效能感 会越来越低落 当他们参与政治之后 碰到很多挫折 觉得啊 从此我不再谈这些事情 当然也会有 那都是这种混合体 那只是说整个大的方向 整个大的比例 而言的话 在这种混合体之下 一些不同国家 它还是会出现出 一些不同的特色 这是关于所谓的 政治文化的一些 一些介绍 那当然基本上的话 台湾的话 我想我们这种 参与型的政治文化的话 这个成分 是逐渐在加深中 这是我们对于 所谓的政治文化 尤其是这本书 这个公民文化这本书 里面所做的一个介绍 那当然 以这个 Elmer & Verbal而言的话 他们认为 越是接近 参与型的文化 越是所谓的一个 比较良好的 公民文化的一种典范 越是有助于 所谓民主政治的一个运作 当然这个在半个世纪以前的 这个很重要的经典名著 它的这种分类方式 一直到今天 还是为人所引用 但是难免 还是有人会对它提出批评 在这边我们稍微做一些 简单的说明 举例来说 有些人会认为说 当然 因为这个时代的不一样 你使用的研究方法 当然还是会有一些差异性 那现在有些人就是说 其实当时所做的这个调查 号称叫五国的跨国研究 其实是蛮简陋的啦 蛮简陋的调查 那么所以所得到的一些数据 或者说所得到的结论 其实还是可以有一些讨论的空间 比如说 他们时常说有人批评说 你说墨西哥 是这种所谓的 狭隘型的政治文化 可是当时他们所做 怎么样的调查呢 比如说当时用打电话的方式 你在打电话的方式的话 墨西哥显然的 可能家里面有电话 接受到的人 可能就比较少 因为普遍很多人 根本家里面没有电话 那这样子的话 你所做的一些研究的结果 可能就会产生一些扭曲 等等 所以当然这个东西 就是在方法上 当时五个国家 你怎么样来抽样 当然不像现在 那么的精确 所以无论是在抽样方式 在方式上 所做的一些研究的 一些面纺资料上 或者说电纺资料上的话 可能跟现在角度而言的话 都是有一些值得批评的地方 这是后来一些学者的一些批评 所以他们所做出来的结论的话 其实在今天而言的话 我们说 仅具有参考价值 大家了解 但是他们的分类上的话 仍然是具有很重大的一些意义的 这是提醒同学们 做一些了解 好 那我们回过头来 再回到121的部分 我们去从美国的参与型的政治文化 来做一些介绍 我们刚才说过呢 即使是在美国 也不是每一个公民都非常热衷的参与政治 但是呢 它仍然被视为 是所谓的公民文化的一种典范 那么 而 Elon和Verba 他们 会认为 美国作为一种所谓的政治文化的model 请各位看到122页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性的发现 就是在于说 122页最上面所写的 他们认为美国的这种 所谓的参与型的政治文化呢 很有趣的 是一种 我们看一下 122页第二行这边所写的 Intermittent and Potential 的一种这个状况 就是民众的参与 它只是一种间歇性的 而具有潜在的参与就可以了 这什么意思 参与型的政治文化 并不是说民众一天到晚 不停的参与政治 也不是一天到晚都表现出 非常积极热情的 整天就走上街头 不是 它们美国的参与型的政治文化 只是一种间歇性的 from time to time 不定时的 然后呢 只是具有潜在的 当你把民众惹火了 民众自然会出来 不是民众一天到晚要走上街头 搞个国家社会不稳定 而是说它是具有潜在的 随时有需要 民众随时可以 透过各种支援性的团体 然后呢走上街头 来表达意见 它是间歇性 并且具有潜在性的 这是Amongaruba 他们发现美国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而这样也会造成一些影响 事实上 他们也发现 他们所提出来的民主 好 这种民主的政治文化呢 好 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理论 好 各位可以特别看到第三行 叫Sleeping Dog Theory 什么叫Sleeping Dog 叫做睡觉狗 怎么翻比较好 Sleeping Dog 你不要去吵醒一只正在熟睡的狗 就是这个意思 好 这是他们当时所提出来的这种Sleeping Dog Theory 就是一般来说民意 或者这种参与型的政治文化 以美国来说的话 他们是一种所谓的 大部分的民众 平常都是一种Sleeping Dog 就是睡觉中的狗 而睡觉中的狗呢 所表现出我们刚才所说的 就是一种所谓间歇性的 或者是一种所谓具有潜在性的 民众不是一天到晚都狂热的 整天走上街头 整天都汪汪叫 不是 大部分的时间 那只狗是在睡觉的 他不会一天到晚 表现出那么高度的热情的参与政治 而民主国家的政治领袖呢 也知道 民主国家政治领袖们也知道 大多数的民众呢 在大多数的时间 其实他们不是那么的关切政治 不是那么的关切政治 而他们也知道 如果有一天 你的所作所为 你的政策 一旦唤醒了 那只睡觉的狗 那么你就惨了 各位了解意思吗 比如说 你搞的天怒人怨 你的政策 或者是你的一些 造成的一些失业 通货膨胀大增 对不对 或者说有重大的丑闻发生了 那么民众这个睡觉的狗 突然醒了 那么你可能就要面对 非常不好的下场 因为民众就会用选票来教训你 用选票来教训你 所以说 一般来说 这也是他们所得到的一个结论 越是参与型的政治人物的话 像美国这些国家 那么政治人物也都知道 通常他们不会特别的干扰 那只狗 不会故意去触动它 把它搞醒 当然有些国家政治领袖比较笨 因为那我就触动那只狗 那实在没办法 但是大部分的话 有些国家政治领袖 就是能不动它就不动它 好 所以他们也发展出一种很有效的 一种去的理论 各位看到123页第一行 就following the rule of anticipate reaction 这什么东西呢 叫做预期反应的一种原则 遵循了预期反应的原则 也就是说政治柔悟呢 政治领袖他们会不断的问自己 当他们在做某个决策的时候 民众可能会有什么反应 他们会有预期的想 只要预想 当你这个政策打出来了 民众会不会因此就被你激怒了 民众会不会有普遍非常强大的 一种反弹的力道 所以说如果说你预期这个政策 本身一做出来 民众会有非常不良的反应 那么当然你就会思考要改变一下你的做法 比如说绕个道 或者说比较缓和等等一些做法 也就是说呢 那么你不要做出一些政策 明明知道你去捅马蜂窝 你还硬捅不可 你要把这个狗弄醒了 其实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 你的政策也不必再推行了 所以呢政治荣物呢 尤其在这种国家里面 他们会特别的希望民众 是没有反应的 这个民众继续是熟悉的 然后呢继续熟悉 然后他们的政策 能够顺利的这个推动 当然这是一种有趣的一种观察 好就是说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因为他们知道民众随时有可能 是具有不规则性的 并且潜在的能力 来对于政府表示意见的 而如果你真的把它惹火了 对你是没有好处的 在这种预期反应的情况之下的话 政府的政策的推动也会 做一些比较审慎的一些评估 那你不做审慎的评估 政策非常粗糙的 非常急促的推出来 然后造成反弹力量很大 最终伤的还是你自己的支持度吗 还是你自己下次选举 胜利的可能性等等 当然这些也是可以提供 我们台湾的有关当局参考 那么但是呢 这个理论事实上很有趣 我们看下面所说的 第二段下面所说的 这个理论事实上也有助于来解释 美国的投票率 为什么一般来说比较低 基本上美国的投票率 我们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单字 政治系的学生一定要知道 叫Turn Out Turn Out 投票率 投票率 一般来说 美国是所有工业化国家里面 投票率最低的 那当然他们从这种角度而言 因为美国是最参与型的政治文化嘛 对不对 一般来说 大部分民众都是睡觉中的狗 政府也会预期不会惊扰他 所以呢 大家实际上 民众不会被吵醒 所以当然 现在投票率上就不会 那么的热情 那么 但是如果说 一个国家投票率太高的话 许多人反而认为 并不见得是有助于一个国家的 一个民主的一个巩固 那么一般来说 美国的投票率大概 其实也很有趣 美国投票率大概 80年代90年代 他算是最低的 大概五成 总统大选大概五成多嘛 可是最近几年又有点回春了 最近的两三届的投票率 一次比一次高 我记得这一次已经到六成多了嘛 投票率 总统大选 那么 当然这个情况也可能是因为 最近的 美国的选举的话 因为 所谓的这个 共和党和民主党 在一些重大政策上 对立越来越严重 过去可能是 双方的政策差异 不是那么大 大家也没有什么太多的 这个兴趣投票 而最近因为对立比较严重的话 投票率反而比较高 所以呢 有些学者 他们会认为 民主国家的政治文化呢 不必然需要非常高的投票率 可是呢 有一天 一旦一些政策出了问题 一旦民众被唤醒了 那么 人们 就會表现出非常积极的 参与的一种态度 那么 所以说 这个情况之下 最好保持一个 就是大家都在熟悉的状态 政治不是那么热情的参与 来使得很多的运作呢 比较顺利一点 这是政治人物往往 会有这种心理上的一种 这个反应 那么 所以呢 他们的结论就是说 以美国而言的话 他所造成的民主的政治文化 就是一种 具有潜力 而不定期的 不是那么高度的 积极的 每天都在参与的 这样子的一种政治文化 那么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种发现 另外一个当然 这本书里面呢 还有一个发现呢 各位看一下123页第三段 这边所说的 另外一个重要的发现 我们刚才也提到了 就是关于美国这个人 喜欢结社 就是所谓的公民社会的这个出现 这个其实在这个 19世纪的托克维尔 就已经提出这个问题了 美国人 他们喜欢做这个结社的一些活动 各种自愿性的组织的行程 这也是说 美国本身的话 其实在这方面的话 也是民主政治 参与性政治文化另外一种表现的一个 重要的一个结果 而第三点 那么 美国人 他也以本国的政治体制为傲 其实美国人 对他们的政治制度 都是非常的感到骄傲的 其实美国人本身也还蛮 就是国家认统是蛮强的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种 一种这个状况 就是我们知道其实美国是一个标准的移民社会 并不存在美国人 这样子一个所谓的民族 那么 美国人 都是从世界各国移民到那边的 可是呢 美国人的爱国主义 美国人对美国这个国家的认同 国家认同是非常非常强的 甚至我们知道你看 看运动比赛 美国人运动比赛自己一定要唱国歌 虽然有些人国歌唱很难听 但是 大家都大声唱国歌啊 非常的 自豪的看到那个星条旗 到处飘扬 虽然他们的爸爸 他们的祖父可能是来自于不同的国家 可是他们具有非常高度的国家认同 反观在很多其他国家不是如此 包括连臺灣在内 你叫我们唱国歌很多人都羞于开口 对不对 其实这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状态 就是你发现政治文化上的一种差异 当然这也是他们发现 美国人本身 他们是非常proud of 他们的这个政治制度 那么当然 他们也认为这也是有利于 美国民主政治 能够健全运作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 当然这是他们当时的一些发现 这是美国本身的一种 参与型政治文化的一些特征 我想提供各位做个参考 但是无论如何 我们看看下面的一些探讨 好 接下来我们所探讨的是123页 看下面 Decay of political culture 政治文化的衰退 就是说最近一些学者 很多的国家 他们发现一种状况是 许多的一些民主先进国家 政治文化似乎越来越 这边用一个很有趣的字 叫做Synical 叫做犬儒 犬儒主义的倾向越来越明显 那么很多民主先进国家 似乎政治文化出现越来越犬儒主义 投票率越来越低 那么越来越多的人 讨厌政治 批评政治 政府所作所为 一无是处 每天政治人物做什么事情 就被骂得满头包 对政治批评越来越尖锐 那么当然 很多国家也把政客都视为 他们就是反而贪污腐败的 政府就是没效率 每天就要骂 就是犬儒主义的风气越来越盛 那当然这个情况呢 在很多国家发现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 当然这会受了一些因素的影响 以美国来说的话 我们看123页 倒数第4行这边所说的 因为美国其实历经了 1960年代到1970年代的越战 那么这个所谓的水门案的一些影响 使得很多民众是厌恶政客 厌恶华盛顿DC的那些政治人物 当然对于政府对政治人物的不信任 对他们的批评也就越来越激烈 这是有他的一定的渊源 那当然像日本也是如此 那么很多的政治人物的 这个所谓贪污弊案不断的出现 很多欧洲国家政治人物本身的品德 操守上出现一些问题等等 也会让许多的国家 他们的政治文化 其实在这些年来呢 产生了一些这个转变 那么我们从三个部分来探讨 关于这些民主先进国家 政治文化逐渐衰退的一些特征 首先我们来看看 请各位看到124页 从124页部分呢 我们来探讨一下 许多民主先进国家的政治文化 逐渐在衰退 这种所谓的参与型的政治文化 逐渐在视为的一种状态 那么以科尔本内容而言 我们从三个有趣的观察指标来看 第一个呢叫做政府信任 对政府的信任程度 那么如同各位看到124页的这张图 Figure 7.1 这是美国人的对政府的信任 从1964年一直到2010年 大致上的趋势 你可以发现是在成见下降中的 对于所谓government trust 对政府的信任 它是不断在下降 我们说这是长期的 可是这个趋势却是蛮明显的 当然我们说过台湾 其实有类似的东西 台湾民众对于政府的信任程度 也是不断在下降中 这是一种很重要的一种 政治文化的一种变迁 当然这是一种衰退 这是一种衰退 那第二个呢 一个观察的一个议题呢是什么 各位看一下124页的第二段 这边所说的cultural wars 文化战争 这是什么意思啊 文化战争当然这边所指的 主要是指的 保守跟自由的两极对立 越来越严重 保守跟自由的两极对立 那么等于说极化 再以美国来说的话 就是说社会似乎越来越分歧 逐渐逐渐的形成两股尖锐对立的 文化 那么一种在美国 一种呢就是所谓的保守派的 这个具有比较强烈的宗教信仰的 各位看到这个课本内容所说的 住在一些小城镇的 基本上呢大概都住在美国的中西部的 美国的中部地区的 那么大概选举的投票都投共和党 这个被称为叫Red State 称为红州 我们知道共和党的颜色代表就是红色嘛 其实过去几十年来 在美国的中西部很多州 每次选举最后结果都是共和党获胜 所以每次看到最后那个MAP 就是那个Presidential Election Map 一堆地方 有些中部地区都是红色的 那都是共和党势力范围 他们的铁票区按照台湾的说法 每次选得赢 然后呢 这次选举一样 不如各位调一下2012年的选举结果来看 中间一片美国的地图都是红色的 可是最后欧巴马赢了 欧巴马赢在哪里 两岸 大西洋太平洋两岸 就是海边的 这边就是加州嘛 加州奥勒冈州到华盛顿州 然后那边主要就是东北 然后从这个华盛顿 对不起 从这个 这个 维基尼亚以上 到北美13州的很多大部分地区 所以呢 都是一个是靠大西洋的 一个是靠太平洋的 就是Costal State 靠两岸的州 是民主党的天下 那么在美国的话 时常把它称为 叫Blue State 叫做蓝州 而这些人呢 多半都是怎么样 比较自由派的 比较世俗的 就宗教信仰不是那么强烈的 比较住在这个郊区的 然后呢 居住在两岸的 那么大概都是投民主党人 在美国的话 这种状况 似乎比过去来得更为明显 更为明显 如果你看早期的 美国的总统大选的话 哪一州哪一个党获胜 其实不一定 可能上一次是共和党 这是民主党 时常换来换去的 但是最近几次的选举 这种状态 似乎越来越固定化了 共和党该赢的州 民主党该赢的州 几乎都跑不掉 目前只有少数几个 我们还称为摇摆州嘛 对不对 就是那Swing State 少数几个州 才决定最后的一个胜负 大部分的州 美国五十个州 大概 大概超过四十个 大概都早就已经固定了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在这边把它称为叫做Cultural War 叫做文化战争 这种所谓的 左右两极的对立 在美国越来越严重 当然这样的政治文化 他们也认为是 不利于民主政治的运作 包含了在国会里面的选举 国会里面的投票 政党之间的对立跟界限 也越来越清楚 过去美国的话 在国会里面投票 两党之间的 跨党投票的情况很普遍 而现在越来越对立 然后当然共和党这几年来 由于这个所谓的茶党的出现 tea party的出现 也使得共和党越来越激化 像这些问题呢 其实会让美国的一些人士 来感到不安 这是所谓的Cultural War 这是也是一种政治文化 另外一种衰退的现象 当然这个情况 台湾本身也可以值得反省 台湾本身的话 美国是所谓的红跟蓝的对抗 台湾就是绿跟蓝的对抗 那地区上的话 主要是南跟北之间的一种差异性 而这个状况是越来越缓和 还是越来越激化 当然其实台湾本身 未来的政治稳定 这方面也会扮演一定的一个角色 这是第二个重要的一个 所谓政治文化衰退的一个迹象 第三个呢 各位看到125页 这边所谈到的 就是说有些学者也发现 美国的政治文化呢 对于过去我们所说的 大家会组成很多的社团 对不对 参与许多的一些 所谓公民社会的一些 制约性团体的运作 而这些年来 似乎也越来越有 视为的现象 那么这种视为的现象呢 那么主要有一篇很重要的文章 引起了大家广泛讨论的 我们刚才稍微提到的 就是125页的中间第二段这边 各位看到倒数第五行 这边所说的Balling alone 这个叫Robert Putnam所说的 一个人独自打保龄球 我把它写在黑板上一下 kl 字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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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 其實這篇文章還算是蠻新的文章 95年的東西 那麼寫著叫Robert Pondant 他是美國一位當代非常有名的 一位所謂的政治社會 還有公共政策方面的學者 他是目前任教於美國的哈佛大學 甘黛迪學院 這是一位在美國也是蠻重量級的學者 哈佛大學幹了一個學院的學者 那麼他1995年寫著這篇文章 的確這些年來在美國引起了非常非常廣泛的討論 就是他所提出的一個論點 那麼各位看一下題目嘛 就是Bowling Alone 就是我們所說的一個人獨自打保齡球 他參考的是美國下降中的Social Capital 社會資本 它是一個社會學上的概念 那麼主要就是指著人跟人之間的所謂的網絡 他其實跟台灣我們所談到的關係是有一些類似的 但是不完全一樣了 那麼就是他們所指的比如說像在美國的話 你可能加入很多的我們所說的社團 你今天你加入這個保齡球隊 那邊你加入義肖 你一個人同時屬於許許多多的不同的一些社會性的資源性團體 你是教會的義工 你是一個當地消防隊的義肖 你是一個福論社的社員 你是一個保齡球隊的隊員等等 透過你加入很多的團體的建立起你個人的 跟他們之間一些人脈的網絡 那因為過去的研究社會學的話 就是說一些人他們的社會網絡越完整越豐富 那麼當然在很多事業上越容易成功 所以像我們所說的像台灣也是一樣 很多人加入福論社 就是希望認識各行各業不同的一些人 透過各種活動來活絡你的社會網絡 那麼當然這個東西我們說過跟我們台灣所談到的關係 是有一些類似 可是不完全一樣 我們講到關係的話可能還包含了許許多其他的一些因素 人情等等這些東西加進來的 我們欠一個人情 還一個人情 這是屬於關係的東西 但是社會網絡基本上他們所指的是這種 各種社會志願性團體的一種結合 然後人透過這些來展現他的人脈 來有助於他的一些企業 或者是一些個人生涯上的一些活動 所以說你這個所謂的社會網絡越廣泛 那麼代表你可能在一種企業活動各方面的話 越容易成功 這是社會學所談到的社會資本的一些東西 但是呢如同帕特朗這本書裡面所說的 當你打保齡球的人都越來越估計了 都開始一個人打 整個美國的社會保齡球人口越來越多 可是保齡球隊就越來越少 這代表美國本身基本上是一個所謂的decline 社會資本在逐漸下滑的一種狀態 當然帕特朗他是比較憂心 他認為這種社會資本逐漸下滑狀態 那是可能會就是侵蝕到了美國的 我們所說的民主政治最重要的一個基礎 從托克維爾所談到的 美國的公民社會 這樣子逐漸逐漸在減少 在被侵蝕 終究長久是不利於美國的民主政治的運作 大家的關係沒來一個人玩 那這樣的話整個的社會 會出現出比較大的一些這個危機 那麼這種公民社會的示威 那麼但是我們剛才說過呢 其實這樣的論點我們說過引起很多討論 有些人是很贊成的 希望美國能夠重建一個更 朝氣蓬勃更多元的公民社會 但是也有人認為說 其實這個也沒什麼大不了 也不必那麼大驚小怪 主要的因素就是怎麼樣呢 就是說 因為他們認為 從理論上而言的話 他們認為像是Robert Putnam 他的批評就是說 他所看的指標 太著重於 我們所說的組織性的 組織性的social capital 我們所說的球隊 社團 這都看得到的有形的組織性的一種 social capital 但是Robert Putnam的書裡面 比較忽略了其他的網絡的存在 其他的網絡關係的存在 而只是看那個 比如說調查 全美國的球隊 越來越少 全美國的參加福人社的人口 越來越少 這個童子軍的社團 越來越少 只是看這個有形式的組織 但是今天的社會裡面 所謂的social capital 不只是有形化的組織 還包含了一些 其他的一些類型的 一種社會網絡 這個是Paul Putnam的文章裡面 比較忽略的 這是 當然這全素學術性的討論 對他一個批評啦 第二個就是我們剛才所說的 因為各種新型態 各種新型態的social capital 逐漸在興起 當然其中最重要的代表 就是網路 網路的興起 也就是說你現在事實上 你不太需要 大家三五成群的 一起去打保齡球 才能夠建立你們的友誼 你可能在鍵盤上 動動你的手指 就可以建立你跟別人的友誼了 可能在座很多人也從事同樣的事情 對不對 透過新型的網路形態 在家裡面 宅在家裡面 透過鍵盤 也可以交友 然後也很多的 然後可以一起連線 打一些電腦遊戲等等 也可以 不曉得啊 也可以培養你們之間深厚的友情 問號 那麼 但是呢 就是說這種 形態呢 事實上在轉變 對不對 那現在可能不是大 保齡球館裡面 打保齡球 而是呢你可能約三五好久 來家裡面打Wii 也可以打保齡球 那當然不同的形式的打法 所以呢其實 很多人批評就是說 我們說過 一個呢你可能 就是他所用的指標 可能都是一些有形的 組織性的指標 這不見得是 反映了美國真實的面貌 第二個也是因為其他的 他的性質的網路的 就是所謂的 所謂的這種 我們剛才所說的這種 網路的興起 人跟人之間的互動方式呢 跟過去不一樣 那麼這種情況之下 也會造成了 我們所說 但是我們只能說 他的確是在轉變 當然到了二十一世紀 跟過去十九二十世紀 當然人的互動方式 社會資本的定義 都可能受到一些轉變 但是這個無論如何 我覺得提出來的觀點 是值得思考的 也當然提供各位做個思考 那麼但是無論如何 這邊所顯現的 可能都是美國的政治文化 這些指標都可以感覺到 他至少已經跟過去 有一些不一樣的地方 這是我們對於這個部分 從這三個面向 來提供各位做個參考 各位看一下一百二十五頁的下面 這邊也是另外一個很有趣的東西 Comparing一個比較的一個東西 就是美國人的一個所謂宗教的一種態度 這個其實在台灣很難想像 我們台灣其實是一個非常多宗教的國家 然後宗教其實對於政治事物的影響 並不是像西方國家那麼深遠 當然這是有特殊的歷史文化的一些發展的路徑 所以其實我們在我們的政治裡面 其實宗教都存在 並且非常多的宗教 政治人物也希望跟宗教人士多多接觸 你看每次過舊歷年 所有的政治人物全部跑去 要拜訪所有的廟宇等等 政治人物一直希望拉攏宗教領袖 希望藉由他們的影響力 來作為選舉動員的選票 可是基本上 以台灣的社會裡面來說的話 政治跟宗教之間 還是有一定的距離 可是西方社會其實更嚴重 因為當然過去 長久的歷史的發展 你不要說別的嘛 歐巴馬 如果各位注意到 他這次的宣誓就職 是拿了林肯還有誰的聖經嗎 有沒有 你在台灣很難想像 馬英九宣誓就職拿聖經 那一定被佛教徒罵死了 可是在美國 你看拿著聖經宣誓 總統為什麼拿聖經 因為我們不拿憲法 那聖經是什麼意思啊 可是在美國大家認為 這是理所當然的事 你就會發現 政治跟宗教之間 其實它的概念 跟台灣是差異很大的 台灣就絕對不可能 有任何的政治人物 表現出那麼明顯的態度 拿著聖經來宣誓這種作為 在美國的話就是如此啊 你看看美國的 你有沒有看過 美國的25線那個銅板 上面刻了一行字 你們有沒有看過 叫做 in God we trust 我們信仰上帝 台灣的錢 他們怎麼可能刻信仰創立 那為什麼不是刻信仰媽祖 對不對 台灣沒有這個問題啊 可是在美國 你可以發現還是一個非常強勢的 基督教文明所主導的一種政治 其實台灣應該刻了 in money we trust就可以了 那麼我們信仰金錢 那無論如何 但是呢所以我們看他這邊所說的 好 美國事實上它是一個長久來 都被認為它是一個religious nation 它是一個宗教性的國家 好 這是跟民主之間 蠻有趣的一種對比 而根據2009年蓋洛普的研究發現 在美國有65%的人認為 宗教在他們的日常生活中 扮演起非常重要的角色 好 這是其他的國家很難想像 哇 美國是那麼自由的國家 這是其實65%的人認為 宗教在他們的日常生活中 扮演的角色是很重要的 比較起來 英國才27%的人認為 宗教對他們很重要 加拿大42% 德國40% 日本24% 法國30% 都遠比美國來得低 而在這些所謂的工業化的先進國家裡面 美國是一個遠遠比其他國家來得高很多的一個 宗教具有很重要影響的一個國家 那麼基本上來說起來 各位看到這邊很有趣的是 一般而言的話 只有在一些比較貧窮的國家 宗教才會扮演比較重要的角色 越是民主先進的國家 其實宗教不應該扮演那麼重要的角色 比如說我們可以看到 印度 90%的民眾認為 宗教在他們的日常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 巴西 87% 墨西哥 73% 當然穆斯林的國家更多了 印尼 99%的民眾認為 宗教在他們的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 埃及也97% 可是以美國這樣的國家 這是蠻矛盾的 竟然宗教 有六成以上的認為 其實是深切的影響到他們的日常生活的 所以這個國家 我想從這個角度而言的話 他們的政治文化其實是 我們必須要進一步理解的 它其實跟其他的歐洲國家 也不見得是完全一樣的 這是提供同學們另外一個思考的一個角度 最後呢 這個部分我想我們來談的是 各位看到126頁 談到政治文化我們剛才說到 從這三個指標來看 似乎呢 美國包含先進國家都在下降 政府的信任 文化之間的衝突 參與社團的比例的下降等等 另外一個概念我們這邊特別談到的 126月上半部這邊所說的 就是Trust 一直強調這個問題 在整個的不同的國家的政治文化裡面 這個概念一直被學者所重視 也是我們剛才上課一直不斷在強調的 對於政府的Trust 信任 這是我們來探討政治文化一個非常非常核心的指標 信任程度 那麼最近這幾年 美國有一位學者 叫做福山 我們以前曾經提過 福山曾經寫過所謂歷史的終結 對不對 其實他寫了蠻多的一些書籍 那麼最近幾年 他特別也提到一個概念 就是所謂的Trust的概念 那麼 信任 他其實是很有趣的一個觀點 福山認為呢 信任是一個國家 經濟發展穩定的非常重要的基礎 也就是說一個國家信任度 人跟人之間信任度越高 這個國家經濟發展越穩定 會越好 所以呢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一個觀點 這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人跟人之間會信任 你的企業才比較容易擴展 生意才比較容易做下去 其實在我們華人文化裡面 早就有這種說法 對不對 我們很多的一些 就是一個成功的企業家 就是說 他有很多的一些 這個企業的網絡 很多的一些 這個協力夥伴 都是非常信任他的東西 他所發展的方向 大家願意跟著他 但是這種信任與否 其實在西方社會裡面 是比較少討論到的 而最近 具有日本背景的福山 特別把信任跟經濟發展之間做連結 這也是一個值得我們來觀察有趣的現象 這個部分呢 我們留在下一次最後呢 做一點點的小結 然後我們進入到 下禮拜會談到 所謂政治次文化 以及所謂政治社會化方面的問題 我們今天上到這邊 下課